男人吃饭吃得正香 忽然一口黑血喷出 但他却无动于衷 继续获着血大口干饭 只因他要强大起来 去报杀父之仇 杨金薛瑞后 男人准备卧薪尝胆 去仇人家做藏工 等到假以时 就可以正极复仇 可对方十分警觉 你倒留点 干嘛 挣钱两家 不是我不留你 你爹刚死 你有热笑在身 白了 大了都不方便 父亲不仅被杀 还被当成了替罪羊 看着男人为善的嘴脸 何复堂现在 就想把他打谢八块 但现在还不到时候 计划被打断 何复堂彻夜难眠 幸好还有在 留家卧结的老吴 老吴告诉何复堂 若想货仇成功 必须自断后路 扶抵出心 正当何复堂 犹豫不绝时 申明大义的大姐 送了把出宫 为了能让他一心报仇 姐姐准备援走他乡 给别人家当丫鬟 报仇就应该是男人的事 接给女堂的宴 你要记住 只要你还有一口气 我家的仇 我死 还有我儿子呢 爹 别人给咱爹报仇吧 我是不是什么事都可以干 什么都能干 咱爹会痛 现在我说了算 喝完姐姐从也不会再离开 既然姐姐都发话了 那何复堂就甩开绑子干 他一把火烧掉了自己的祖宅 然后立马去留幸福那儿 骗取独行 上了一把火就把我俩烧了 可怜我那姐姐给烧死了 老爷给他活路吧 只要能活就行 给他活路 我不要攻击 既然何复堂没有退路 刘庆福又要兼顾名声 于是只能暂时将其留下 大女婿未整嫌不同意了 该说的我都说了 这人你还是想留下 不答应怎么办 总不能让人说咱们见死不救吧 您怎么就不觉得这是苦肉计啊 话已经说出去了 就不好说回 刘庆福只能限制何复堂的自由 何复堂出来摸刹刘家地形 发现哪也去不了 这样下去还怎么复仇 正当他头疼时 老巫送来个急事语 刘庆福要招个上门女婿 给他那贪了的二女儿冲喜 这个神似赵和德的女人 就是正上首付下的二小姐刘二泉 最深的娇媚 可惜是个坛子 连结婚都得让人背 为了让他尽快好起来 他爹专门请大师算过 只要找一个输马 并且是润也出身的男人 冲喜即可 这正好让他们的仇人抓住了机会 何复堂得知此事后 立即让兄弟加班盗贼 去刘府闹了一通 然后自己再谨慎而出 看兄弟半天愣着不动 何复堂直接扫过刀 何复堂的声音将大家都吸引了过来 再配合上老吴的演技 成功骗过了众人 刘庆福也相信了 然后在聊天时 不禁意透露出提前编好的深沉八字 刘庆福气怒坏了 可唯独迷骗过魏正仙的眼睛 魏正仙查看刀口后 立马拿手掩饰了一遍 瞬间就发现了问题 如果是别人砍的 那刀骨应该是正刀 怎么和府堂的刀口是歪的 魏正仙想提醒老丈人 他老丈人好不容易抓到个能冲洗的 自然不会放过 第二天就把台子搭好了 虽然是冲洗 可人家身价摆在那 台场自然不会太小 管家还专门请了 韩成的当红刀马蛋 刘庆福不知道 这女明星是要抢他女婿的人 为了让女儿高兴点 他还专门让人给二玄 梳妆打扮了一番 可二玄始终都笑不出来 那何普堂他不是什么声用的都 而且这些年在外地 肯定又许了一肚子坏术 哎呀 爹给你香的错不了 刘二玄的感觉很准 何复堂马上就要做妖了 即使一到 大家都等着看拜堂 可何复堂却耻耻不见踪影 就在大家被感疑惑的时候 何复堂盛装出场了 大喜的日子 男人却穿了一身白 仿佛在屁麻带笑 看着老丈人逐渐僵硬到脸庞 男人又寻了个礼 老丈人彻底蹦不住了 复堂 你怎么穿一身白的来了 多丢人了 我跟你那身仇面够挂呢 眼看老丈人就要发飙 一旁见过世面的先生 连忙上前打圆场 解释这是西方人的礼仪 姑爷又是从夕阳留学回来的 可以理解 老丈人这才不休息 可实际上呢 何复堂就是故意为之 竟然杀父之仇报不了了 那就做点能力范围之内的事 杀不死你 也恶心死你 可能幽闷的男人 更容易引人注意 不仅欣媳妇直愣愣地迎着他看 另一个女人也被他吸引 就在何复堂准备去敬酒的时候 台上的女明星叫住了他 怎么不敬我酒啊 新郎官你哪人啊 大旗的日子 新郎就被别的女人调性 这可谁谁都不舒服 那新媳妇可不是一般人 复堂 这是韩城的面具珠彩玲 快敬她一杯酒 我不喝酒 你喝 喝几个呀 喝几个都行 那就喝一个吧 何复堂还不知道 这女人以后就是她的第二个媳妇 该入洞房了 新媳妇已经提前讨好 看着她卖面的身姿 何复堂就是下不了手 她脑子里全是那个 英姿撒爽的当马蛋 没错 她一见钟情了 再闭眼 又是父亲被杀的场景 两种思绪来回交织 何复堂有力而无心 你等会儿被谁给勾走了 我爱你 你睡了 原来你没睡 你是不是后悔去了 应该娶那个小婿子才对 何复堂现在还不能暴露自己 见实在比不过 就决定伪生一下 没想当上去 就遭到了刘二权的极力反抗 你别过来 要不是为了我爹高兴 我才不会嫁给你 刘二权的反应 也正好入了何复堂的心意 她告诉羽人 自己不会想错 除非你同意 今晚包括以后 都会分开睡 没想刘二权接下来的话 让何复堂惊出一身冷汗 你姐根本就没烧死在屋里 我常常去看过 根本就没死的 你姐没死 你失常 见目的这么容易 就被说出来 何复堂只能借着酒精 装傻愁愣 可刘二权还是发出了警告 你到我们刘家相恩 不是最好 要是你有一天别的想法 让你死的比谁都惨 为了得到老赵人的信赖 何复堂天天去后山挖野山生 给二权补神子 实际是春季 跟兄弟合谋大计 就这么过了半个月 何复堂终于等来了吃鸡 因为市局动荡 刘庆福在四川的货出事了 现在必须要派个人去看看 别人信不过 魏正县又走不堪 刘庆福便想起了何复堂 按理说刘庆福的货 从哪都有当官的护者 可唯独到何复堂这出事了 站住 这套货是男人替岳父送的 里面藏有大烟 按理说应该都打点好了 没想中央军突然来了 看着官兵用刀子 一个个地出来检查 众人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幸好虚惊一场 可没等人喘气 副官又让隔开盐袋检查 这一哥立马发现了夹袋 眼看就要遭殃 鼓掌官用脚踩烂了袋子 里面竟是泥土 在盐袋里面掺土 妄图缺金少两啊 看来这帮傻小子是被骗了 何复堂捡了条命 可他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看来他还是没获得刘庆福的信任 但同时他也十分高兴 因为这次意外 正好可以取得刘庆福的信任 他原本的计划是 利用大烟把土匪引出来 然后借土匪的手除掉刘庆福 如果中央军没出现 不仅计划会落空 自己也会暴露 现在是瞎猫碰上了死耗子了 与此同时 他还有个更加绝妙的主意 经过这次 何复堂果然获得了刘庆福的信任 他又被派出去送货 这次是真的严谱 但经过上架时 官兵直接把他放了过去 何复堂傻眼了 因为他的新计划 正是接中央军的手除掉刘庆福 眼看计划就要落空 何复堂立马开启B计划 黑蛙和莱运边打边上车 然后故意将后包推下去 这下目的终于达成 何复堂等人被关进了耗子 因为掩头数量巨大 胡长官亲自审问 三人的表演时间又到了 我问你是陕西哪里的 我们是陕西 不能说 不说实话 我立刻枪毙 冤枉长官冤枉 我们是风雷战 刘庆福刘老爷家的伙计 此话一出 牛律长立马坐不住了 因为他就是刘庆福的保护伞 一旦被查出 那他的狗鸣也保不了 你也是刘庆福家的长工吗 那你说说 那不能说的事 老爷确实交代 有了这张免死金牌 何复堂主统到豆子全说了出来 包裹过少侠时的借口 遇到土匪报李独臂的名号 他上官兵报马团长的名号 牛律长待不住了 牛律长一个劲的 给何复堂试眼色 可何复堂坑的就是他 胡大长官也看出了里面的毛腻 那么牛律长带到小黑屋审问 给你七天 七天时间我会电话读问 如果你办事不力 我会请西安的谢府三来查办此事 为了保全自己 由律长打算戏磨杀驴 放 何复堂略施小技 借中央军的手灭了杀父仇人 可仇只报了一半 另一个仇人看形势不妙 早已留置大旗 何复堂 何复堂 还不等何复堂寻找 官兵早已开始行动 那么闯进卧房 可刘二全早已不见身影 官兵摸了摸床 发现还是热的 看来人并没有走远 原来刘二全听到枪声 早已爬下来逃难 因为腿脚不方便 他只能趴在沟群里躲避 但这样下去 迟走会被找到 于是刘二全 拖着沉重的身体 奋力向杂武仙判行 终于在最后一秒 吊上房梁 逃过一些 事后何复堂 带着俩兄弟 跟父亲上坟 并临时 一定要手刃魏正仙 他顺利上位 接手了刘家财产 还当众免除了 所有借出去的高利贷 还本不欢喜 老百姓感恩戴德 但这只是何复堂 复仇的第一步 接下来他的目标 就是重建凤雷症 至于魏正仙 一逃出来 就立马给最大的后台打电话 他承诺 只要能保住性命 就双手奉上食物管打烊 要知道何复堂 他爹死了 他们刘家才给了一块打烊 可对方还是犹豫了 已经这会儿风声非常紧 魏正仙决定 在这里一直等着 可很快烟瘾犯了 手下看他难受 就让其先瞅一口 魏正仙严厉拒绝 经历了这么大的事 他下情心 一定要戒掉大烟 他让手下用绳子 把自己喷起来 大哥 忍不住咱别忍了 我求你了 我求你了 求你了大哥 大哥可是忍不过去了 你给我一枪 看小弟不敢动手 魏正仙用枪捅进了喉咙 就在准备 给你弹刺杀的时候 电话来了 由律长答应了 魏正仙的交易 魏正仙立马坐车 杀回负雷阵 可当走到一半时 就遇上了之前 枪毙流幸福的官兵 魏正仙吓了一跳 赶紧给枪上堂 喂团总 少见啊 少见少见少见 您这是出远门办事去了 刚回来 是是是 你这是 我奉命执行公务 玩完了 辛苦辛苦啊 有谁能到我那喝啥去 您太客气了 一定啊 幸好是律经异常 毕竟那钱也不是白花的 但其他头火就惨了 牛律长为了保全自己 要把马思海干掉 我给你带了西凤酒和兔子肉 最近你也受惊了 拿着 马思海还是太单纯 还真就给信了 很快就领了盒饭 而和府堂 也得知了魏正仙回来的消息 看他如何走好 下一步棋 眼看就要吃花生豆 男人赶紧搬出救兵 您知道胡正官吗 胡千坤 这名字一出来 从人立马怂了 这可是中央委派的特派员啊 谁能忍得起 这变连速度 连和府堂都蒙了 但对方还是秉持着怀疑态度 和府堂就把事情 一五一十地说了 当然免不了天油加速 但竹心思想很明确 大概意思是 我是胡掌官罩着的 你敢碰吗 果然魏正仙怕了 有用着大哥的地方 一定要吃一吃 你站着干嘛呀 坐坐坐坐 目前人是懂不了了 魏正仙便打起了刘家财产的主意 可和府堂依旧寸步不让 你说这家里啊 这一场变故 一家人就剩咱们哥俩了 您这说的不对吧 你充其量也就是一个女婿 不算是刘家的人 你这话说的也不对 你不也是女婿吗 我是上门女婿 咱爸死了以后 上门女婿 管家 二全说的 二全说的 魏正仙怎么也不信 这话能是那 你冷婆娘说出来的 但人家都这么说了 还能咋办 俩人在这打马乎影 魏正仙还没放弃 他让和府堂 到民团来当个副团长 和府堂还能不知道 他哪点小求求 明面上是错官 暗地理事监视外加 惦记财产 笑嘻嘻的就拒绝了 看这好笑 可是哥的手底下 还有一票人哪 人多 又说你管不住他 性子都灵 你吓唬谁呢 你看这 这就管不住 行 姐夫 我小心着他 不管你怎么套路 和府堂就是不接话茬 不仅如此 他还趁机借着牛律长的名号 把之前被抢的表要了回来 这把较量 和府堂占了上方 可明枪一朵 暗箭难防 那个酒病成员到刘二全 要出手了 刘二全觉得刘家变成这样 全是和府堂害的 他告诉和府堂 只要自己再一天 就不会放权 不仅如此 还找来老情人帮他 就是使他喝下贺点红的那位 他们约定 等和府堂一死 就重修就好 刘二全利用清明上坟的事 把和府堂骗去了山上 而那些兄弟 则都被一安排 下腰的下腰 只走的失走 等和府堂意识到不对劲时 已经晚了 男人准备给爹上层 忽然一脚闯进了大坑 这一切 全是他那摊子媳妇 指指行人干的 贵的就是给老丈人报仇 女人还是不放心 她叮嘱老情人 必须在这遵守五天五夜 确保人死透了再走 和府堂终于醒了 看样子帅得不清 情人听见动静立马过来 咱们不认识 咱们有仇吗 秦敌见面分外眼红 看和府堂八八个没完 男人一勺油浇下去 什么啊这是 总有 你想烧死我 不是 怕你踏上了 看男人不算心狠熟了 和府堂首先排除了魏正仙的人 那除了魏正仙 就属刘二全跟他有仇了 再看这男人这么眼神 又肯为刘二全卖命 和府堂瞬间猜到了男人身份 这应该就是当初跟刘二全私通 最后被吊起来打个半死的长工 是你吧 一天一夜过去了 和府堂已经饿得没有力气 突然他听见了小孩唱童谣的声音 这童谣太熟悉了 就是他前些天碰见的那个 两人还有些渊源 和府堂连忙呼唤小孩名字 开始小孩还以为闹鬼 半天了才明白过来怎么回事 我救你出来 别动孩子 别动 让人发现你就没命了 和府堂让小孩去镇上班救兵 顺便解决下他的胜利需求 他已经两天两夜没进食了 再不喝水就要死了 和小孩啥也没带 和府堂想了个主意 虽然有些重口 但小孩还是照做 和府堂已经急不可耐 快 有吗 我尿不出来 别紧张孩子 别急 吸口气 好嘻嘻 在和府堂的引导下 小男孩终于尿了出来 他赶紧张开嘴接着 和还没到嘴里 刘二全的人来了 你是谁啊 你在替底下人守坟吗 对 这是我爷爷的坟 那你爷姓什么 叫什么 我爷爷姓何 你骗谁啊 这里明明写的是向精美 小东西 快走吧 静好小孩聪明逃过一劫 一到镇上 小孩立马打听师先生的下落 不想被魏正仙的人 撞个阵着 小孩再次狂飙演技 旁人都被小孩骗过去了 可魏正仙一眼就分辨出 这一小孩没说实话 便将其关进了柴房 他猜到 这肯定是刘二全干的 沉思一会儿 魏正仙有了想法 他准备来个一石二鸟 而老胡他们 也终于逼问出 和府堂的下落 男人架起他的钢枪 对准柔弱的小姨子 这东西 恋爱比露起来 了不得 哗哗 一片一片的道理 哎 你这车不错 你说我这家伙事啊 他放在这车上 架上 这家伙 得扫肚子一片 男人想吓唬小姨子 让其交出和府堂和刘家家产 可人家不仅面不改色 还用水汪汪的大眼睛瞅他 和府堂的事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哎呦 这个眼神 蠢 太蠢了 带上来 这就是你私通土匪 谋杀亲夫和府堂的证据 证据 这么大声的吗 帮小姐在吓着我 我不认识这小孩了 魏正先知道小姨子没说谎 这都是小孩为了脱身编出来的 但他就是想讲计就计 这样不仅能搞倒小姨子 夺得刘家财产 还能顺便敲诈一万块大洋物 为了方便交流 他把小姨子带到屋里 拿出合同 小姨子叫他 你要一半的天产和祖业 会说话 但是要 这叫分 我是刘家的大眼女学 人在底下放个刀 分 你算 想好了 你要是真死了 也不要我手下无情了 狗费神就已杀了我 两人脸皮彻底撕破 未成现有妆 直言要给刘二泉 安个外界土匪 谋害秦夫的罪名 可恶 你去可恶 可恶 妈 咱们都要怎么忙 没办法 谁让咱刘家没男人 谁说我们刘家没有男人 刘二泉 可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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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觉有点事 何福堂再次用胡钱宽的名号 吓走了魏正仙 接下来就该解决自家人的事了 开始他十分生气 毕竟刘二泉差点害死他 可想起二泉本性不坏 又决定消除两人隔阂 何福堂语重心长 隔盘拖出了自己的计划 但对方还是借金满满 男人就不一样了 求情他们见何福堂障隐 就决定留在他手底下做事 魏正仙被吓跑后 让人在路口连顿了半个月 都没见胡长官身影 知道自己是被骗了 但他也不敢动手 因为胡长官确实知道 花娇领的事 思考良久 他想了个办法 给何福堂下毒 男人正要喝水 不然火急蹊跷流血的出现 还打翻了他的茶杯 看火急死将异常 官家连忙闻了闻杯子 这是女人闻身过来 见老情人死了 女人抱着尸体伤心欲绝 没想魏正仙 为了对付他们 竟用了如此下足的手段 两人彻底被激怒 报仇第一步 打通几人内部 何福堂绑来魏正仙的 副手碎头 一顿威逼了右 用十条黄鱼将其收买 然后来个将计究竟 你魏正仙不是想要我死吗 那我就死给你看 何福堂联合众人 演了一出假死大戏 众人赶紧拦下 虽没亲眼见到 但刚才那一会儿发现 里面确实有人 这谁站的 大姑爷 人还没有查出来 谁让人给毒死啊 大姑爷 你得给大姑爷做种茶啊 你放心 我兄弟的身材就是我的事 做好你给随时完断了他 魏正仙嘴上这样说 心里甭提突高兴了 为防止诈尸 他赶紧推着让下葬 二拳一下子破倒再替 呼得纳笑一个伤心 魏正仙都懵了 这啥情况啊 这眼界比我还好啊 你这样子 身材大事就碰我 魏正仙才知道 这里面死的是 二前的裸情人 人家是真伤心啊 纵当队伍浩浩荡淡 魏正仙亲自护送 但越走越水的不安 扭透一看 他的人怎么来了这么少 赶紧让手下去叫 可他的人早就被收买 原兵根本来不了 松醒酒下葬子 终于要入土了 魏正仙目不转机的盯着 可没想还是出事了 剑出现纰漏 魏正仙立马发箱 上前扎看 黑娃来运 横爬二将紧跟后面 打开 打 棺材缓缓打开 魏正仙一看瞬间变了 行 给我尝孔城剂 啊 正仙哥 好妈当场诈尸 魏正仙举起手就要开枪 黑娃灰血大刀猛飞 这一下 打到魏正仙措手不及 再看手下的样子 他全明白了 看来自己被耍了 但更让他没想到的是 最信任的副手也攀片了 攀副手拿着罪证书 喷枪有力地宣读着他的恶行 魏正仙彻底写 碎头 那是你写的吗 不是 不等反应 魏正仙又定给何复堂主乡 魏正仙彻底绝望 正仙哥 上路吧 大仇终于得报 何复堂一刻不敢搬过 立马起疑 他要永远离开风雷阵 不想牵连其他人 众人尽重他的夹械和血清 即使未敌相送 对大心愿一了 何复堂一直还有些茫然 不知该何去何从 没想一觉醒来 兄弟们全跟了上来 至此风雷正七兄弟 开始亡命丁牙 和前男政伴来吃 他们四处碰壁 最后决定回回老板盘 扮演正仙 但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 魏正仙并没有死 只把当管这种棺材里 划了出来 真是好人不偿命 迫害一千年呐 这帮土匪正在干饭 被扶的男人 颤巍巍站起来 没想直接挨了一遍 大哥 男人满头是血的 在地上真正 最后被一棍打击 七八个人 你弄回来干什么 这里头肯定有逃犯 你们谁逃犯呢 说话 干妈的说话 不 不 不 犯什么事了 杀人 土匪让他们往甘肃运盐 老吴已经立马答应 为了保命 他提出二八开 土匪笑了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 我是说呀 盐哪 你们就好好犯 大哥不会亏待你们的 你的意思是 你特别全意了 一听这话 土匪把黑娃尸往实力 老吴赶紧一下 这时和服堂终于醒了 几人搀扶着逃过一棋 土匪们还不知道 把他们几人放走 意味着什么 黑娃尸已经撑不住了 他们挨家挨户的敲门 终于找到一户 可刚把人扶到床上 土匪又进来了 谁让你收了他们的 记住了 八脸是个鬼 以后做事 规矩点 别打歪主意 和服当时怎么也没想到 这群土匪能这么丧心病狂 一股怒火 从心中疼起 两位兄弟 有点礼物 相信八脸会的 麻烦两位兄弟给带回去 什么礼物 公主 回 楼楼前脚进去 后脚就进了阳楼店 老五几人见状 也将令人制服 所以说别惹老师人 惹及了你绝对就能不住 和服堂触底反弹 一开始就绝不休息 他们又摸回酒楼 三两下处理掉楼楼 然后检取装备 直接冲了几圈 言我不犯了 太小了 我想干大事 先拿你装他 你觉得我能干大事 我看你不行 瞅你那熊样 你觉得我不行是吗 你打死我 你不打死我 我出去叫人 你敢吗 看这位兄弟还这么好哼 和服堂答应了他的请求 别在背后开枪 谁开枪谁就是我养的 我要在你背后开枪 我信你的信 土匪邀人回来了 看见有人以为是和服堂他们 赶紧一阵脱脱 他上前一看 发现打错了 若是和服堂说 回家 别带祸害人 土匪头子躺在地上 和和服堂并没有杀糖 只报了自己的名字 但这也被以后埋了个祸根 半月后 和服堂铤而走险 打结了国民党银长的马帮 为不安全 他借用了山甘宁地带 最大土匪头子王三春的名号 或是到手了 可陕西也待不下去了 于是他们准备去四川广园 可没想到还是被王三春的人找到了 热身穿白衣的 正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神枪手 土匪邹起眼 男人见逃不过 只能上前坐下 其他兄弟立即成包围装 分散站位 将对方步步紧逼 和服堂不想惹事 立即示弱 可对方就是不放过 你们是在封雷镇上的人 逃出来的 对吗 你叫和服堂 没事儿吧 是 周区 和服堂直接叫出名号 令周区也吃了一惊 这小子不简单 于是打开电窗说两话 问师们抢劫物资的事 是不是他们做的 和服堂点了点头 有种 说实话 周区也来找并不是捡和服堂抢神吃 而是怪他用了王三春的名号 他一用不要紧 王三春直接遭到了三审攻击 忘你死 你真他妈的事 不知道天高天好 算了 对话不说了 接的货呢 卖了 卖了多少 两万 既然人家都问了 和服堂赶紧将钱如数奉还 可小弟不乐意了 凭啥给他 好嘛 小弟愣是凭着一己之力 将区分再次推向高潮 和服堂赶紧打圆场 和服堂赶紧打开 和服堂哪知道 这八联可是王三春的救命恩人 这下可谈上大事了 正当和服堂想着怎么脱身时 他那兄弟送了个助攻 你他娘的别废话 黑娃最箭步的大哥受委屈 其他人贱重也纷纷套了枪 他们想着就算是神枪手 也干不过我们七个人吧 谁知下一门就被围了 幸亏没开枪 不然现在已经伸手一出 和服堂彻底无奈 好家伙 七爷瞪大了双眼 你不服 那就让你跪着唱真服 只见七爷缓缓从兜里掏出枪 我这个人做事从不拉西百代 今天呢 我想给你破无意 从现在开始 你还可以再说三句话 把后事安排一下 和服堂看到了一件成绩 他还有三句话的机会 说不定就可以说懂七爷 谢谢七爷排除 这算第一句 不带这么玩的 和服堂左思右想 说出第二句 我不是土匪 我是一个建筑师 好嘛 保险川都打开了 和服堂不想整整 直接摆了 说完了 小弟们的心都凉了 就在大家闭紧双眼 准备接受死亡时 急气发生了 大妈的 人财 说好 房小人 和服堂的胆识让喜业佩服 他不仅没杀和服堂 还把和服堂 引荐给了王三春 我就是王三春 这是我媳妇邓之方 人称百老虎 因为和服堂是建筑师 贵酒雕堡 被王三春留下了 他还没快活多久 仇人就找上了门 八脸来了 男人自是有功 就疯狂作死 而他的举动 已经激起了在场 所有人的杀心 屋内的一切和服堂 听得一清二楚 他不能再坐以待毙 必须主动出击 八脸 他不是八脸 我是八脸 他是我哥 不管谁是八脸 不是要我退 我给 幸好邹七爷已走了墙 而和服堂的这一举动 无疑成为了导火索 只见邹七爷走向 走到八脸人前 八脸哥 再加两千大洋 这事儿了了吧 了不了 三哥 你说说你学谁不好 会要学学优优 拿钱走人不香吗 现在想走也走不了了 能不能了 三哥 两条腿一废 可八脸一人倔强 白老虎看不下去了 拔出双枪 啪啪两下 直接将棋 干倒在地 王三春独步上墙 给自己的救命恩人 做了最后的了解 这档子事儿总算完了 和服堂的命终于保住 可他却感到神圣的害怕 当晚就失了眠 今天的事儿 让他再次见识到 这动荡年代 世道的残酷 兄弟情义也好 救命之恩也罢 只要是为了生存 为了利益 全都得靠边站 和服堂必须重新思考一下 今后与王三春 该如何相处 他不能被王三春的外在所蒙蔽 他刚到第二天 他就被通知去办公室 和服堂紧张极了 和服堂进去了 但没一个人理他 王三春在闭目养神 白老虎在理财算账 他只能直愣愣地处在原地 扮上过后 两个穿制服地进来了 吃铁血影影展和会计 原来白老虎看上了 他懂杨文的技能 让他帮忙处理 和杨人合策的事 和服堂当即决定 一定要好好表现理工 这样才能在土匪窝山处小 保住自己和兄弟 可他还不知道 那杨人还是个旧相识 这是我见过最有文化的土匪 不仅刘过阳 还是名牌大学毕业 看大家手足无措 服堂知道表现的机会来了 立马请营去对付杨人 可去那儿一看发现 竟然认识 托 托你万一批 和服堂怕土匪执道 自己叫托你 一拳回了伤心 托你 我的天啊 说中国话 让司令听见 托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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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个骗子 大骗子 不是冤枉的 看仰人不说实话 和服堂喊了黑娃 连王司令都敢骗 知道王司令是什么人吗 你是野精科技人才 我看你就是个人渣 托 托 美国满大街都是你这样的人 知道吗 满大街都是你这样的人 资料 我确定这个人就是个骗子 让他先把骗我的钱都吐出来 钱子谁害 他去买机器了 买机器去了是吧 对吧 黑娃人狠话不多 照着羊人的小城坊 就是一顿招呼 和服堂把资料拿过来 你是不是欺负中国人不识英文 我识英文 这上面写的是马桶 我看懂了上面是马桶 我就告诉王司令了 不得不说 郭富堂演技是真好 因为他才是骗王三春的那个人 他跟洋人早就认识 他们连起手演了书双簧 Help me Tony please Please 这是有外星两次 这么小的 司令 怎么好 因为我好人啊 啊 弄错了 我再看看啊 这说的是 是陶进船 还有相关设备 说是在 比利时 说是在比利时购买的 这两个是 是我雷公心结一时疏忽 这不好人了 不好意思啊 郭富堂这一手 既连和洋人 消耗了王三春的钱 又骗取了王三春的新人 可谓是一箭双雕 等王三春一走 俩人立马续起就 为了不让骗局被发现 郭富堂第二天 就把洋人送去了上海 可人刚走 王三春就来了 难道事情已经败了 其位兄弟立马摆出攻击阵型 并摸上了枪 我要正式任命你为 镇怀堂铁血营营长 好 后天华阳镇 有个庙会 咱们去赶赶场子 土匪带着家伙准备抢钱 可他有个宗旨 不抢好人家的钱 这时探路的前来报告 说这里的总办 正在城里平息 很快就会回来 土匪就好奇 总办是什么意思 总办就是地方武装的头 有钱吗 相当有钱 怎么着 你什么意思 那肯定是拿肥的啊 哇你怎么踩的盘子 人家手里几百号名团 几百条枪呢 那连枪一块拿了不就对了吗 你怎么踩的盘子 你怎么踩的盘子 抢了吧大哥 抢了 马总办还不知道 即将面临着什么 真开心的情绪 他可不是啥好人 看人家刀马蛋漂亮 就非要那气为气 朱彩玲啊 你快看这是什么 这可是马总办 特意派人从西安弄来的 你瞧瞧 还有这个 多漂亮啊 我不稀罕 谁愿嫁谁嫁去 朱彩玲虽然是一介戏子 可他向往自由 反对强权 但其他人非要把他推进深渊 看当官的有钱 就急着要把他卖出去 只要你答应 除了你的脸金 马总办还答应给五百大雅 走为我们的散伙飞 看着这唯利势图的嘴脸 朱彩玲心痛不已 他们从周智打扮唱戏 一路上颠沛流离 可到最后 他把人家当成了情人 人家却把他当摇钱树 人在乱世 身不由己 既然我朱彩玲 命该如此 我也绝对不连累大家 这门情事 我硬下了 哎呦 我的姑奶奶 你可真是 别再说了 唱完了最后一场 把钱给大家分了 各自奔前程 好嘞 好嘞 朱彩玲流着泪 做了玉石俱衡的打算 大戏开眼 朱彩玲边演 边注意目标 等大家都到信头上时 他拿出刀 就准备丢出去 同时立马拦住了他 可这一幕 在总办看来 就是拉拉扯扯 勤勤我我 总办之处了 松开他 两日无动于衷 再不松开 我打你 哪位啊 郑怀党 铁血营营长 何复堂 听说你很有钱 有钱 有多少钱 我有多少 我给你多少 老吴 在 陪马总办走一趟 何复堂非常讲礼貌 看大家受心 还四套腰包 正要走时 妻子叫住了他 就这么就走了 你哪人啊 凌云县风雷震人 叫什么名字啊 何复堂 经典对白一处 立马勾起来 何复堂的回忆 这不就是在那婚礼现场 一见钟情的盗马蛋吗 何复堂摘下眼镜 仔细观察 眼睛怎么越来越小 真传 真是一朵鲜花 插在了牛粪上 话音一落 何复堂按捺不住了 旁边的小弟 也看出了名堂 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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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干嘛呀 何复堂一回去 就把两人关进了小窝 屋里摆满了蜡烛 可何复堂光是处在那看 话说到这儿 再不明白就是傻子 何复堂走上前 开始今晚的热身活动 为奖励何复堂 王三春大摆宴席为她庆功 挺有本事的啊 这去了一趟华阳 就整回了大美女 不过嫂子可要嘱咐你 可得看情点 咱们这儿啊 狼多 肉伤 说完 大家开始调戏起新媳妇 本以为这是个脚弟弟 不会喝酒的弱女子 没向人家谦卑不倒 接着朱彩玲 把在座的兄弟 轮着班进了个边 兄弟们看嫂子这么厉害 朱彩玲 啥意思 傅堂 你完了 什么 你想的这辈子都完了 什么意思 七哥 今天我高兴 今天我高兴 三哥 三嫂 兄弟们 谢谢了啊 我敬大家 好 现场的氛围大大高潮 大嫂手一抬 一大盘珠宝站到桌上 弟妹啊 这是嫂子的意思 女人嘛 总要有些个门面 嫂子 谢谢了啊 这个地方 就是你娘家 她以后要是敢欺负你 你就跟嫂子说 嫂子替你收拾她 嫂子放心 她不敢 本以为这盘面就算好了 谁想七哥 又送了块杨表 打开一看 里面竟是张地气 离城三十里外 黑虎山 白请林地 归你了 但他们真的像表面上这么好吗 千万不要被表象所蒙蔽 何复堂被派到黑虎山 是被当成了炮灰 因为不管谁供倒 王三春的震霸大营 这里都是第一攻击目标 何复堂才不会任机百步 他直接扇门一关 过起了自己的小日子 就这样六年过去了 何复堂是美了 可王三春不同意了 看何复堂不再听话 便起了杀刑 但现在还不是时候 他正忙着跟政府周旋 政府想仇变他们 何复堂则被叫了应付 他进去一看 竟是仇人魏正仙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男人手臂被砍断 又一枪打中了心脏 却又从棺材里爬了出来 他捂着胳膊去搬救兵 可人家连门都不让进 男人都快要吐了 之前跟你上供的时候 也没见拒绝 咋一出事就跑得比谁都快 好歹您得给我口发一种事 侯团长一招手 一个黑的不能再黑的地瓜 扔到地上 男人心寒极了 侯团长 你说 这让我怎么活呀 男人还想说话 对方已经下了逐客令 他用仅有的右手捧着地瓜 来到门前 可刚要出去 一个木头扔在脚下 看看你的手 像个什么样子 小个木头的 装上 看着地上的木头 男人眼里充满了杀意 既然能落进下持到这种地步 现在陕西是待不下去了 他来到了四川万仙 找到了当地排行第一的杀手 魏正仙让价格低的刺客 帮他扮一个人 但不要命 只要一条胳膊 楼外楼里 军阀正在六秒 杀手大摇大摆的上来 冲着胳膊的肥枪 可当他准备撤退时 魏正仙出现了 可谓是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魏正仙踩着杀手的尸体 上了位 为了不被丑人追杀 魏正仙隐瞒了真实身份 昏了个排斩当 这是他复仇大计的第一步 接着魏正仙 拿着之前被羞辱的木头 来到木匠铺 店主一看是当兵的 赶紧热情招待 魏正仙把木头往镯上一吞 魏正仙一指木头 店家立刻询问 是想做摆剑还是串竹 魏正仙抬起烹袖子 做一只手 做手 店家吓到了 他还真没见过这要求 但谁让人家有家伙呢 母子拿来了 魏正仙冲着里面 狠狠打了一拳 就照这样 给我做左手的球 我给你十五块 行行行 我尽力 经过几天的加班加点 拳头终于做好了 魏正仙非常满意 和美奖还没高兴多久 就碰到了一个比他吃了苍蝇还难受的人 男人竟遇到了杀骨头人 他十分震惊 因为当初是他亲手打死了对方 女人没感觉到气氛不对 还在热情介绍 这一位是我们司令手下的干将 铁血银领长 何福堂 这一位是第七陆军 刘总指挥坐下 少校参谋 颜森 听到仇人改了名 何福堂忍不住笑说真了 两人的较量正式开始 颜采谋 幸会 何福堂顾居贼的 专门声响 魏正仙断脚的那只手 这还是他看断的 魏正仙面不改色 沉稳接招 我怎么看着颜采谋有点面熟啊 怎么可能呢 人家是刘司令手下的红人 南无城你还去四川见过 他说的对 我看着他也面熟 有点意思 看来轻易还揭穿不了 何福堂思考一会继续进攻 颜采谋 家乡是哪 陕西 陵远 那还真巧了 你们还真是老乡啊 对对对 真跟我是同乡 我是风雷震的 风雷震演参谋知道吗 风雷震 少 好地方 想的时候跟家父去过几次 真是伤人于无形 魏正仙不意提起家父 让何福堂再次一起杀父之仇 风雷震有一个鼎鼎大名的人 叫魏正仙女人 特别有名 特别有名 不认识 何福堂怎么可能情意放过 只见他快不上前 用手沾水 在桌上写下名字 为鬼位 正中下怀的正 先下手为强的县 何福堂这说够狠的 不仅拆分名字 阴阳对方 还在桌子上写下 你找死三个字 赤裸裸的进行宣战 有意思 这人干嘛的 脚混混 您在四川当差那么多年了 不认识不奇怪 还真让你说着 当年我就是在老家 遭仇人陷害 失去了一只手 巧了 我也是在冯雷震 碰着一个杀父仇人 后来让我给杀了 你说你们俩的仇人 要是知道你们会变成 今天这个样子 这当初 他就是吃了十个雄性豹子蛋 也不敢欺负你们呀 总有那么一天 我们两个人会各带了一支群队 杀回去 这是两人的初步脚梁 魏正仙这次来 是代表军方 招安王三春坦们 哥夫堂则是土匪一方 见现在情况有变 哥夫堂顾不上谈判 必须先下手为强 他通知黑娃他们 在半道 截杀魏正仙 男人正在打盹 不然被一群土匪结了 土匪活力非常美 身为七二连三的倒下 男人立马下车 用仅有的右手 持枪还击 奈何双方 活力太过全胸 男人很快没了东西 土匪一位男人死了 去找和兄弟们 上去满墙 他刚到平地去炸弹了 不知从哪儿 又冒出一位活力 直逐他们而来 主夫堂主力之一的小满 也牺牲了 接下来发生了神奇的一幕 十几个拿冲锋枪的 并干不过两个拿手枪的 来运见大事不妙 立刻爬起来撤退 谢谢男人 遇到我你是命不该绝呀 神秘人名叫乌阳荣 是西安复兴社行动组组长 正好路过这里 魏征仙不敢说出被袭的原因 只能将这些归罪于土匪 他不能直接灭了王三春 因为他的上司刘翔 还想利用王三春 魏征仙只能寻寻善用 那昭安的事你怎么看 要我看 八成是旋 中央的精神 是要以匪治匪 王三春 身处闪南要地 如果不能为我所拥 万一让共产党红军收了去 两人一番和谐 决定最后试探一把 让王三春去攻打赵家领的毒匪 物资照发 如果王三春同意 并十分卖力 那就详暗无事 如果不同意 他好日子就到头了 这边和服堂也收到了 行动失败的消息 这下没成 那势必会打草金蛇 以后再想动手就不容易了 他还没等再商量 物资就到了 为了不让王三春发财端倪 和服堂主动拦下了这个活 可发现 这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容易 如果赵家领有毒匪还行 如果没有 那他们得闹出多大动静 才能骗过刘翔和王三春 正当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 走起也叫住了他 这简直是求之不得呀 侯服堂也难得闲下来 陪着媳妇逛街夜马路 这一逛完犊子了 王三春留了一手 一直暗中监视他 白老虎也猜到了 和服堂和魏征千 关系不同寻常 看来和服堂真的不能留了 不能因为他得罪了刘翔 王三春起了杀心 立马派人去暗杀和服堂 男人正在逛街 不想一被杀手盯上 就在开枪的前一秒 攀住老板挺射 男人逃过一劫 但杀手并不止一个 紧要关头之时 兄弟又挡在了他身前 终于死了一条枪 可到底是谁要他的命呢 手下认出了杀手的枪 是土匪头子王三春的人 王三春知道了他和魏征千的关系后 为了不得罪刘翔 决定牺牲掉他 王三春正在等好消息 突然接到了刘翔密店 命他出兵 祖西南下的红军 王三春开始不想答应 他不想纠缠到这几个势力里面 但手下提醒他 咱们按月接受人家强制弹药 药品罐头 这样总会有些不好 王三春犹豫了 正纠结着 又一个消息来报 红军想借到黑虎山南下四川 希望可以放行 两件事撞在一起 王三春打起了算盘 借到啊 他给多少打烊 他们没提钱的事 没提钱 那他有多少红军呢 至少两个团 一听人这么少 王三春有了打算 他决定帮助刘翔阻击红军 并派和服堂执行任务 走期拦住了他 这明白着 是刘翔的借刀杀人之计 刘翔与红军肃无瓜葛 他为什么要打红军 不就是想摆个样子 给蒋介石看吗 走期觉得 刘翔是想借打红军的机会 消耗他们的实力 然后在一波端 王三春不同意了 怎么这么死心眼呢 共产党那套 穷人闹革命的道道 和咱们水火不容啊 再说了 我去打共产党 刘翔肯定不会亏待我 可要去帮共产党 他们能给我什么好处 跟我握个勺 王三春看着是个老大粗 实际上精明得很 他不再平均 让周期立刻去执行任务 可人刚走 他就得知了一个 怎么也不会想到的消息 王三春不敢相信 自己会被兄弟出卖 可事实就摆在眼前 一旦和服堂放走红军 那四川必然大乱 刘翔就会把错 全怪在他头上 到时候他就小命不保 王三春沉思两久决定 派两千人镇守大营 其余人跟他一起 去黑虎山打退红军 消灭叛徒 红军南下街道 独飞头子不放行 二当家要带兄弟们 集体搬水 周期也想让和服堂 违背打个命令 给红军放行 和服堂纠结万分 于大义他应该帮助红军 可于小家 山上的七百多号兄弟怎么办 看天色已经不早 周期也决定不出去了 你们看我平时是二当家 对吗 高高在上 我告诉你 我恶心 我恶心 我真心 你知道吗 我想兔 你知道吗 我想兔 我是什么呀 土匪呀 你现在你是什么呀 你也是个土匪 小土匪你知道吗 有理想 你狗屁 一番慷慨 激昂的花言 让和服堂 愣在了原地 他决定再好好想想 可这一想 就到了晚上 都写急了 和服堂 一番 企业把和服堂 叫到外面 哗然了一根火柴 再抬头 对面的山上 燃起了点点星火 这就是无形中 告诉和服堂 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 这把火点燃了 和服堂的内心 更点燃了 他的爱国情怀 他决定 背水一战 可还没等他动手 王三春 已经带着大队人马赶来了 两人立即上梁战略 他们派身手好的 去炸震拔大营的军火控 拖住王三春 然后这边立即撤离 话音刚落 一个士兵跪了下来 其他人见证 横纷跟随 和服堂不愿单独承受 也跪下向兄弟们回礼 这一别 可能就是永远 红军队伍继续出发 看着这只 由穷苦人家组成的军队 和服堂感慨万分 他哪知道 这些人 硬是靠着小米霞步枪 去跟敌人对抗 停止前进 全体队伍 向和服堂同志 敬礼 一难一女和二人之力 打死土匪几百余人 还炸毁了军火库 只为给红军争取时间 但两人的牺牲并没有起多大作用 来人了 走 带人去副平 杀奏器全家 所有的人天天 黑虎山 全速前进 和服堂得知消息后 深感大事不妙 糟了 王三春风 他连阵霸大营都不要 是想灭我的门 同时和服堂猜到 王三春一定不会放过搜奇 让其赶紧回去 包括前二老小 其也考虑再三同意了 并且告诉和服堂一个秘密 他其实在两年前 就加入了黄军 我不叫做妻 我姓林 叫林敏诀 起夜一走 和服堂立马让老婆和兄弟 抱着儿子从小路里看 自己则和黑娃走大路 吸引王三春的注意 和水城祥 王三春预判了他们的预判 已经带人去小路携击 夜深临近 王三春蹲小活动 若声音便让他们方向 好在马上叫出林子了 可就在这时 怀里的婴儿哭了 众人现在就像绷紧的闲 稍不留意就会全部丧命 彩林准备过去安抚孩子 可这一现成 正好住了王三春的院 子弹立即扫射了过来 兄弟以及儿子 瞬间被打成筛子 彩林失去了理智 老吴赶紧将其拦下 并甩出两个手榴弹 掩护撤退 黑虎山注定出不去了 他们又回去找和服堂 看见两人这样 和服堂心中猜到个大概 贵贵呢 小北呢 和服堂不敢哭出来 因为他知道 自己一旦崩溃 其他人就会防寸打乱 王三春是真的心狠手辣 不仅对婴儿下手 还灭了邹西满门 而此时王三春 也已经赶到了黑虎山 可搜遍整座山 都没发现和服堂的身影 原来和服堂早就料到 有这一天 提前在地下挖好了地窖 但他忽略了自己的 另一个仇人 魏正仙看他们逗得热闹 也准备来插一杠子 男人为了报仇 动用了整个炮兵营 没想反倒救了仇人一命 因为仇人正在被土匪追杀 男人看见了逃跑的土匪 但却没见到仇人身影 因为他的仇人 此时正藏在地窖里面 这地窖可不一般 被炮火急连轰炸 最多就是晃几下 一排炮打完 魏正仙迫不及待地去废弃查看 毕竟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 他可太值得补枪都重要性了 于是让手下挨个补枪 但看了一圈 也没找见仇人尸体 只捡到一顶和仇人同款的帽子 报告严参谋 全山已经锁完了 王三春的三千多人 基本全坚 没留什么活口 这时士兵抬上一箱东西 是和服堂的家底 一箱子大洋和金条 这箱子辛苦了 放着 从鬼门关逛过一圈后 魏正仙已经不在 执行外职务了 他只想知道和服堂在哪里 为了能快速上位 获得更大权力 魏正仙决定 去西安复兴社 投奔欧阳荣 谈戴笠告知 临走时 魏正仙突然想起件事 为了能获得欧阳荣的信任 魏正仙迷造了一封推荐信 准备了一堆彩虹屁 可还是没骗过人家的眼睛 戴老板曾经给我 起了个不太哑的外号 嘻嘻里猎犬 老子就是光用鼻子闻 都能知道你说的是真话 还是假话 魏正仙还想派马屁 突然被两旁的侍卫 按在桌上 一刀扎了下去 他没有出血 众人大追惊 小子 他果然是个硬种啊 我不是硬种 这人哥们本来就是假的 见伪装都被识破 魏正仙已不装了 索性将一切全部交代 今天您留我 就把我留下 要不留 就把我杀了 反正四川我是回不去了 人才啊你是 你这叫上梁抽屉啊 魏正仙的坦白 改变了欧阳荣的决定 他缺的就是这种 为他目的不择手段的人 没过多久 魏正仙被派去南军特训 欧阳荣交代他 一年内必须掌握 所有特工应有的技能 眼看魏正仙逐步升级 和服堂又怎么样了呢 男人被仇下的大炮红了 幸好藏在弟弟才躲过一截 和服堂醒醒了 经过众人的不懈奴力 和服堂终于醒了 可耳朵好像出了什么问题 不管别人怎么讲话 他听着都像耳朵进水了一样 原来轰炸的时候 和服堂光顾着帮老婆无耳朵 自己耳膜受损了 就在大家忙着叫他的时候 一个人突然坐后面出现 哥 啥都没了呢 经好是自己人 这次劫难 让和服堂再次变成了光改资历 七兄弟胜了仨 钱也没了 可他还是要追寻梦想 重建风雷阵 但那得要五百万大洋 不现实 五百万大洋 我们要抢三个县城的银行 都凑不够啊 县城的确凑不够 可和服堂依旧心心满满 因为他瞄准的地方 是遍地神晋的伤害 和服堂用仅有的钱 给几人换了身形头 毕竟人靠衣装马靠安 接着他去找了一个熟人 没错 就是之前骗走汪三春 三十万大洋的洋人 虽多年未见 但热情不显 黑娃一旧喜欢套机 查理见到美女忍不住调戏 哎你干嘛呀 我我我说 你太美丽了 和服堂想提三十万大洋的事 但查理非要给他个惊喜 罗姨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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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我罗里斯 劳伦斯自信的样子 让和服堂燃起了希望 看来资金有着落 还没等开口 军补房的人来了 看着楼营长背催的模样 和服堂知道 折祸是被查理吼了 如果猜得没错 那三十万大洋也没戏了 果然如此 和服堂失望的走了 不过来都来了 和服堂准备带兄弟们吃顿好的 大哥拿出全部下当 请兄弟们吃其餐 和餐上来了 大家却不领情 按几人提出这要求 老五忍不住发酵 查理忙跟他们解释 七三厅没有这些东西 朱彩琳发飙了 这不上海吗 怎么要什么没什么呀 结果闯祸了 和服堂很无奈 但并没有责怪 只是念叨着碎碎平安 然后叫来服务生 准备按定价赔偿 可正要说价格时 经理叫走了服务生 两人嘀咕了一阵 账单被送来了 上面的处额却金呆了和服堂 搞错了 怎么可能这么贵 您点的菜不贵 但是您刚才打碎的那个杯子 特别贵 高二 293大洋那个杯子 几人都觉得被坑了 刚想叫经理 经理牛逼哄哄的过来 说这杯子是奥地利生产的古董水晶本 1756年生产的 一套有六只 六只尺寸不一样 一只碎了六只全废 各位用餐愉快吧 和服堂很生气 这经理肯定看他们是外地人 会欺负他们 众人也憋了一肚子气 别人可能看不懂 这几个人是啥意思 不查理明白 这是要打劫的钱照 下期视频更精彩 喜欢的拜托帮忙 关注转发 我在这儿先行拜谢了 13天打出个杯子 竟要赔偿三百大洋 黑老大生气了 这是奥地利生产的古董水晶杯 1756年生产了 一套六只 六只尺寸不一 一只碎了 六只全废 各位用餐愉快吧 看经理这脚样 其他兄弟也看不过去了 打劫竟敢打到土匪交账 我生气了 我也生气了 我也生气了 你以为几人是去上厕所吗 十字他们是去宰点 别人可能不了解 但老外跟他们熟啊 吓得又是劝和服堂 又是跟经理交涉 和服堂把小刀包进餐厅 默默做起了准备 八台九宝看到转幕 连忙拿起 放在八台的自动步枪 这时兄弟们探路回来了 开始汇报侦查信息 就在所有人 等着大哥一声令下的时候 大哥擦了他嘴 排排屁股走了 众人愣住了 这什么情况 原来刚才和服堂听到 老板是李兰群的时候 就已经有了新的计划 李兰群是谁 上海滩第一首付 有了他的目标 还用得纠结这些小签吗 为了能接近李兰群 和服堂重启了查理的报社 和服堂等人化成狗仔四身犯 24小时轮番蹲守李兰群 只要找到一点八卦 那就有治李兰群的办法 功夫不负有心人 他们终于发现 李兰群和刀红 已经是明星柳丁 关系不一般 经过继续蹲点 他们发现 李兰群给柳丁 买了一套带片子的独动风雨 三人确定好位置 立即出发 土匪假扮记者 勒索上海首付 托尼递过去几张照片 首付看萌了 这不就是自己和群人 在私会吗 考虑到您是上海滩的头面人物 身份特殊 所以今天特意上门叨扰 这消息 报呢 还是不报 首付明白了 这是来要钱的 便叫来桃色新闻的女主 女明星一看内容 脸色瞬间变了 但还是强生面子 没错 是我们俩 我们俩在一起有好几年了 有什么问题吗 这就有点尴尬了 头府堂正要走 首付叫住了她 让开一刻架 看来还是要面子的 既然都这么说了 那就别怪咱开口无情 是这样李先生 有几个担心 一来我们排好的版 如果删除 那就要另外花费 大量的时间精力 二来 如果今天不办 那我们报社就得断更 三来 人家爆了料 我们不发 那不是有损我们的心意吗 女明星听明白了 不就是想多要点钱吗 只要你不发消息 那你的那三个担心 我一个给一万 在富豪他们看来 三万应该是顶天了 没想何复堂竟然不答应 我觉得柳小姐 有点瞧不起我们这几个人 我要这个数 只见何复堂伸出了三公指头 两人脸色又变了 什么意思 这是要三十万还是三百万 我看你们啊 真是不想活了 我要的是三百大洋 此话一出 两人再次蒙了 这啥情况 只见过人家家 没见过人减家呀 李兰群忍不住询问 何复堂便把在饭店 受辱的事说了出来 李兰群也是客气 直接拨通了那个门店的电话 让店长亲自道歉 何复堂自然受用 土匪不可怕 就怕土匪有文化 何复堂这一手 不仅勾搭上了李兰群 还塑造了自己 刚正不阿的良好形象 柳丁大美女第一次见到 拼得如此高尚的年轻人 赶紧递上自己的名片 但富豪真的这么好服用吗 何复堂前脚刚走 后脚李兰群 就让人盯紧了他们 回去后 查理大发雷霆 怪何复堂没有要钱 但何复堂有他的打算 他让兄弟们买了全上海的报纸 土匪在上海滩办了家报社 还搞起了充会员 抽大奖的活动 除了造势营销外 他们还让自己人 混到人群里 假装群众当托 经过他们台上台下的一番忽悠 群众们纷纷上了道 小钱积累也成大钱 一下午视频 何复堂他们就有几万大洋 进入腰包 情人数着钱 乐得何不拢嘴 这时报社里突然来了个人 竟是上海三会的会长周宇童 难不成有群众举把他们诈骗 何复堂立刻紧张起来 等对方一解释 才送了一口气 原来是受了李兰群的委托 前来给他们提供帮助 资金也可 人脉也行 要求随便提 但何复堂一个也没有接受 这几个人有点意思啊 我觉得吧 咱们想法太多了 这伙人没什么目的 不可能 这几个人肯定有问题 不知李兰群存疑 众人也十分不解 但何复堂只是笑笑 并没有做过多解释 这时申报上爆出个大新闻 上面刊登了128事变中 所有大汉奸的名单 而刚刚过来的商会会长周宇童 就在上面 何复堂坐不住了 这些人他看着实在恶心 何复堂让富豪自爆家庭 富豪连忙照做 说他有一栋宅子 一辆汽车 几根金条 还有一些美金 大洋呢 大洋有多少 大概20万吧 这话说出来在场都笑了 蒙小孩呢 何复堂直接出去 给兄弟们留够发挥空间 看这货还不老实交代 莱玉缓缓解开了皮带 这是我可以看到 黑蛙用皮带一把 勒住汉奸脖子 汉奸是人家怕了 我说 我说 是李兰群 原来李兰群才是那个大汉奸 何复堂让莱玉他们和富豪一起 去家里拿账本 顺便留个信件 以免家里人着急报案 我写什么 说你去美国 出差一个月 我能写英国吗 我喜欢英国 爱去哪去哪 快点 好嘛 被绑票了还这么绝交 何复堂开过账本后 更确定了李兰群就是大汉奸 如果要扳倒李兰群 这就是个非常重要的物证 这是老巫来报 外面有几个可疑的人 已经盯了他们好几天 不用想 肯定是李兰群的人 李兰群此时 已经得知了富豪失踪的消息 他找来富豪的司机询问 但司机一概不知 保纸刚登出来 这么快他就被绑了 太巧了 不会是托你他们那帮人吧 李兰群沉思一会儿 准备动用一些特殊手段 正当何复堂思考 该怎么对付李兰群的时候 门响了 竟是巡补皮特尘 土匪刚绑下了富豪 巡补就找上门了 楼下有一辆无牌照的福特车 是你们的吗 车 没有 我们没有车 看着救兵就在眼前 富豪却一声也不吭 这时巡补注意到了土匪头子 我怎么看你这么眼熟啊 哦 是吗 上个月在查尔斯公寓 我抓了一个劳伦斯 他旁边就是你 还有这个杨人 幸好虚定一场 可没等松口气 军部又看见了富豪 这位很面生啊 上次没有见到 我 这是我们的美术编辑老谢 富豪真想当场说声谢谢 终于把军部送走了 令所有人没想到的是 人家早就知道了他们的身份 托尼 本人叫何府堂 是陕西警方通缉的药犯 过去呢 跟土匪王三春混在一起 周宇彤在不在报社 在 这称是他们的报社美术总编 军部皮特尘 实际是处在中间位置的 谁给他好处 他就防水 但大立场还是很明确的 绝不允许汉奸 清风作唠 李兰群深知这一点 于是把自己的屎盆子 往周宇彤身上扣 这个周宇彤啊 表面上是 恒水商会的会长 其实他是个汉奸 早在128事件的时候 他就是替日本人做事 除此之外 李兰群还诬陷 何府堂和周宇彤狼狈为奸 为了笼络皮特尘 李兰群给其 开了张大额支票 这边就算是搞定了 他现在最担心的 是害怕何府堂 发现那个账本 正头疼怎么解决时 何府堂来了 他不想去开门 可有人看 你们怎么不进去啊 等着他通报了 摆什么臭架子 你们也不是外人 说完女人 看下了一盘的黑娃 Black 我记得你 你好刘小姐 有腔调 谢谢 看来黑娃还是颜值高 何府堂这次来 是想借李兰群的人脉 开一家银行 对方为了稳住他 就同意了 这时何府堂又注意到 桌上的图稿 原来李兰群 处了忙着当汉奸碗 他要帮洋人建房 说这啥 24道关卡 还必须得有特色 这不是小了吗 何府堂就是这专业的 于是顺利揽下了这个活 他在这边跟地人周旋 没想加倍偷了 李兰群的人冒充学生 闯进了报社里面 我们是震诞大学的 我们的一位老师得了重病 想通过你们的报纸 呼吁一下 为我们老师 进行一次社会募捐 来运他们真以为这是学生 一个没留意 让人把周一彤救了出去 还有对汉奸 狠狠臭 因他掌握着汉奸 读辑日本人的罪证 汉奸让男人交出账本 但男人不承认有那个东西 汉奸压根不信 他之前已经派人去过男人家了 还炸开了保险箱 里面什么也没有 肯定是被人取走了 看男人还是不承认 汉奸逐渐没了耐心 一个眼神过去 吃出了强硬手段 男人都服了 杂头喜欢这样逼过 再次承受不住着了 都被他们抢走了 你交给和服堂啊 和服堂对汉奸来说 是个巨大的威胁 一来是背景不明 二来是和服堂开了家报社 一旦信息泄勒出去 那他就在上海逮捕下去了 李兰群忙着去对付和服堂 男人则逃不过被灭跑的命 和服堂还不知道 男人已经遇害 他收到一篮李兰群送的水果 盼着果篮里的瓜 再看看窗外神色怪异的侍从 他还不知道 李兰群已经打算 对他们所有人下手 朱彩玲正在逛街 突然发觉后面有人 朱彩玲也是高 直接走到了男人跟前 你跟着我干什么 李兰群先生说 你个人出门不安全 滚 终于甩掉了尾巴 和和服堂他们 却收到了一个不好的消息 说朱彩玲被车撞死了 仅然赶忙过去一看 却发现不是朱彩玲 这是一个人叫住了他 李兰群先生要我转告你们 上海的交通很混乱 走路要注意安全 李兰群本想用这样的方式 可万万没想到 百二鸡血了和服堂 他们的战斗语 这几人可是从枪林淡雨 活过来的 还会怕这个 一回去 几人就开始笑领对色 可和服堂却一心在做话 耐不住众人询问 他便提供了一个思考方向 能不能别指向李兰群啊 想想家里的这个管家 用人啊 阿福啊 柳丁之类的 和服堂这一提醒 还真让众人找到了方向 他们决定从李兰群的情人 柳丁身上下手 至于计谋 则是黑与娃的美男计 下期视频更精彩 喜欢的帮他帮忙 关注转发 我在这儿 先请拜谢了 小偷 抓小偷啊 小偷跑到拐角 一个身穿西装的男人走了出来 俩了 追来了吗 抓住他 两人好戏开眼 富婆正好出现 看着眼前仗义出手的帅哥 富婆好像坠入爱河 再一看 还是熟人 是你 Black 富婆光顾着看帅哥 殊不知已经成了人家的目标 富婆把黑丫带到酒吧 喝酒一表谢意 不料对方喝完后 面露蓝色 Black 你没事吧 没事 老伤 我可以问一下 你这头上的刀疤是怎么回事吗 我以前是军人 在战场上受过伤 已经是军人 富婆更是两眼放光 想必这战斗力肯定不敌 黑娃也开始撩美大劲 上次去您家 一直没有机会告诉你 其实我是你的影迷 真的 那你看过我什么戏啊 你的每一部戏我都看过 嗯 你最喜欢哪一部 折完犊子了 黑娃一部也没看过 但人一点不慌 人家小号可是许幻山 我最喜欢的是那一部讲 好像是讲三角链的 那部戏叫荷花女 还真是狭猫碰上死耗子 把咱大嫂子逗乐了 但女明星非常适用 笑的那叫一个花枝乱颤 我冒昧地问你 我觉得你和李仙人不合适 我觉得他像你父亲 老天给了你很多东西 也要从你这拿走一些东西 这个你明白吗 我不明白 我觉得一个人真实最重要 人最大的幸福不就是真实吗 我希望柳学姐能快乐一点 眼看两人从狮子和父 聊到人生哲学 大嫂等不住了 再不动手 可能就要耗不住了 顺利的 是 顺利的都过分了 这两人也太腻了 这不行啊 抓紧时间快点 和服堂催促几人收网 再不收网 黑娃可能就要失身了 就在女明星还要灌酒的时候 老吴巧声过来 将下来要的酒换了过去 干杯 女明星醉酒醒来 旁边竟躺了个死人 再看周围 竟坐了满满一屋子人 这下就彻底醒了 柳小姐 你怎么能干出这样的事情 连记者你都敢杀 不是我 不是我杀的 你的记性太差 只见那人甩来几张照片过来 上面是女明星和死者的床照 女明星懵了 真的不是我杀的 这个人不是我 妹妹你别害怕啊 是你是你 真是不好意思啊 这是你没醒来之前 我们摆好了拍的 什么情况 难不成被仙人跳了 女明星问几人 到底想干啥 洋人告诉他 这几张照片已经见爆 全世界都知道你杀了人 也知道你背叛了你男人 然后拿了个笔记本 行了老人 你给他看这个干什么呀 你给他看这个 他回去还怎么接李兰群啊 你让他看 你吓了他干什么呀 我让你给他看 这出红白脸唱得好 一屋子白脸和一个红脸 把女明星耍得团团转 和服堂策划这出戏的目的 就是要让女人认识到 他男人李兰群是个大汉奸 并让女人配合他们 找到李兰群卖国的证据 以及公布于众 不过 这出戏子也好才行 李兰群与日本人合作 全中国人的钱 最大的金融挂头 他是始作俑者 你在里面扮演什么角色 我没有 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 你是不是汉奸 我不是 和服堂是故意吓唬女人的 他提前就查过女人身份 这女人不仅没有同流合污 还给军队捐个钱粮 生平最痛恨日本人 所以他们有信心策反女人 批语不信的不重要 现在你要跟我们合作 我要他把钱吐出来 女人还是有些不敢相信 等再次确认李兰群是汉奸后 同意了和服堂的要求 这时一旁的黑娃诈尸了 看着黑娃死而复生 女人再一次受到了伤害 原来一切都是假的 那时的英雄旧美 那晚的畅饮撤谈 甚至黑娃的影迷身份都是假的 女人感觉自己受到了欺骗 从一开始就是假的 你们一直在利用 什么都是假的 李兰群是汉奸是真的 虽然感觉受到了欺骗 但女人还是更痛恨汉奸 于是决定配合和服堂 立即动手 我要杀了你 发疯了呢 发疯了呢 富豪不知道自己的女人到底在出什么疯 原来就在不久前 女人得知自己的枕别人 竟是个勾及日本人的大汉奸 他开始不愿相信 但眼前的证据让他不信也不行 女人决定配合和服堂他们 趁着富豪不在家 他们窃取了保险柜 可等打开发现 里面啥也没用 就一本司汤达的小说 红与黑 正当两人准备放弃时 书里竟出现个凹槽 一把金钥匙放在里面 这是李兰群旗下 群里银行保险柜的钥匙 和服堂立刻赶到银行 虽然钥匙是李立群的 但银行只认钥匙不认人 事情进展得十分顺利 一拿到东西 他们立即把钥匙还给柳丁 再由柳丁放回原处 可这一幕 正好被李兰群的眼线看个正着 柳丁不知道 他假装到书房浇花 然后迅速放好钥匙 他刚放完 眼线就跟了过来 幸好是虚惊一场 这边和服堂迅速核查李兰群资产 除了这些年搜刮的名之名高外 还有当汉奸 日本人奖励他的勋章 看到这个 众人气愤不已 必须尽快制定对付李兰群的方案 但这之前 他们还得把兄弟从监狱捞出来 可等去那儿一看 发现人已经出来了 出手的竟是他们的齐哥 齐哥现在是一名地下党 来到上海是为了执行秘密任务 众人忙着叙救 恕不知头顶的吊灯上 已经被李兰群安放了炸弹 可和服堂是谁 即使不知道有炸弹 也能从细节上发现问题 和服堂正目从齐哥离开 忽然发现平常 叮烧他们的人不见了 吃出饭长必有妖 我觉得他们要动手 晚上十点 杀手如气而至 和服堂等人藏在暗处等候时机 杀手看神本也没找到 就准备撤退炸窝 他刚出去就撞到了墙口上 杀手被打了个错误不及 可没过多久 杀手的专业素养就体现出来了 一边用汽车做掩体 一边向前进攻 眼看和服堂他们 只要命丧敌手 突然从旁边开来亮塔车 是齐哥 有了齐哥的志愿 杀手很快就殲灭 可还是有一条漏网子鱼 杀手将消息报告给李兰群 李兰群百思不得细节 正当他思考 该怎么对付和服堂时 和服堂从背后出现了 富豪正在打电话 土匪突然从窗帘后出现 还拿着两个雷 只见土匪一言不发 把手雷放在桌子上就走了 富豪是个通敌卖国的汉奸 不非这样是在警告富豪 不要再有什么小动作 可富豪并没有被吓到 本来富豪是想等和服堂 画出设计图稿后再动手 毕竟还要给法国人叫差 可现在和服堂手里 有他卖国的争讯 所以必须尽快铲除 但作业总得交 李兰群就随便找了张图稿交了 没想人家根本看不上 没办法 李兰群只能取消了计划 他打电话给和服堂 和服堂一听来活了 又开始为梦想疯狂 哥 我陪你去吧 不用 我自己一个人去 财亮 你不能让我这样就去啊 你给我换身症状 会上和服堂用PPT和出众的才华 打动了法国理事 赢得了在场所有人的掌声 但李兰群暗怀鬼胎 趁着大家观摩图纸 开始和和服堂暗中较量 何先生 辛苦了 你怎么知道我学何 我还真没想到 一个通缉犯哪个这样的才华 你这美国文凭是真的吗 这个确实是真的 不过你知道这世道多乱 人渣又多 我们这些作学文 按不下心来 别忘脸上贴金了 你算什么作学文呢 你就是个被通缉的土匪 我本来 这话一出 所不难笑了 这换奸还好意思说别人 我是土匪 无假包裁 王八蛋 豁身价实的是你 一轮嘴炮攻击后 李兰群憋不住了 他现在想知道 何复堂的底牌 到底是什么 可何复堂就是吊着他 我跟你说特别炫 有一天晚上 半夜 来了好多人 凶身扼杀 差点把这东西给交走了 我忘了告诉你了 上海滩 不那么安全 其实没关系 抢走了 我这还有备份 copy了好几份 那些杀手就是李兰群派去的 何复堂故意说出来 只想看看李兰群什么反应 果然对方怕了 李兰群想拿周宇彤 跟何复堂做交易 何复堂才不上当 周宇彤什么人啊 周宇彤就是个汉奸 是个狗腿的 他早死一天 中国人就早高兴一天 你拿他跟我做交易 你早上吃没吃饭 什么脑子去呀 周宇彤那里的证据 何复堂早已拿到手了 所以现在周宇彤 对他并没有什么价值 何复堂想要的 是李兰群旗下 群里银行的一半股份 李兰群的反应 出乎了何复堂的意料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周宇彤并没有对李兰群 造成实质性的威胁 于是何复堂甩出王账 说出了银行保险柜的事 李兰群果然怕了 他赶紧跑到银行查看 东西确实不见了 李兰群下就猜出 是柳丁出卖了他 这是啥绝世好男人 得到的第一份工资 全用来给老婆买礼物 多少钱 见过买东西王少了还的 没见过王高了还的 能跟何复堂媲美的 大概只有王多余了 就在准备结账时 何复堂瞅见了 墙上柳丁大美女的画报 猛然想起件事 同时李兰群这边 也在紧密不说 现在一边救人 一边杀热 就看水能更快一步 但可惜还是被李兰群的人 抢先了 不同寻常的气氛 让柳丁感受到了危机 幸好紧要关头之时 黑娃看到了 双方随即发生了激烈的交战 为了搭救利人 黑娃踢着冲锋枪就上来了 很快射得敌人会不成军 为保证利人安全 黑娃带柳丁去旅馆开了间房 两人全程战战兢兢 何复堂则是回到了报社 和大家商量怎么对付李兰群 突然电话响了 是李兰群打来的 李兰群同意了 何复堂之前提的条件 用银行一半的股份 换何复堂手里 他通敌叛国的证据 可有个要求 就是签合同和给文件 必须分两个地方进行 何复堂同意了 可刚一挂电话 李兰群就立马换了副嘴脸 明天你给我找50个人 都要生面孔 还要忘命图 每人给他们500大洋 一旦拿到东西 对方的人一个不留 而何复堂 也没有轻易相信 李兰群的话 他已做好了部署 让查理和记者 去银行那边签署合同 自己和黑蛙来运 去餐厅叫文件 然后通知企业 明天的行动 咱们没有把握的事情 李兰群一样 没有把握 今天晚上咱们好事 明天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可何复堂不知道 李兰群 还暗中勾结了 寻部房的人 我给你偷一个内部消息 明天中午 一点天使西餐厅 有一场土匪和黑帮 火病的好戏 男人穿着大红裤子 来跟黑帮谈判 东西带来了吗 在那边打完电话 我的人确认安全了 这东西我才能给你 我要是不打 你以为你今天还能走吗 眼看男人命悬一线 群部房的人来了 可并没有对付黑帮 而是把枪口 对准了何复堂 何复堂 伞西的通缉要犯 王三村匪部的老三 东西给我 文件就这样 轻而易举地 到了对方手里 何复堂失去了谈判的筹码 杀手立即给老板汇报 何复堂已经被控制了 东西都已经在我手里 放心吧 可刚挂了电话 群部的墙就指了上来 老板不知有变 已经签署了协议 但他十分鸡贼 跟着他 只要他离开那些记者 把他拿走的文件 给我拿回来 可刚说完 事情又有了反转 门外来了群神秘人 我是调查科的 现在已涉嫌卖国罪拘捕 调查科 卖国罪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李兰群想不通 明明已经跟群部房 打点好了 原来就在昨天 李兰群刚给群部房 打完招呼 何复堂后脚就到 他直接拿出了 李兰群通敌叛国的罪证 虽然群不是法族界的人 也比较贪财 但骨子里还是中国人 在这种民族大义面前 还是有判断能力的 此时查理正在外面 接受记者访问 一个神秘人 替着行李箱 来到了对面楼上 行李箱里是举击不强 八倍镜和消音器 摆明了射错暗杀 难道是冲着查理来的吗 只见枪管慢慢伸出窗外 原来目标是李兰群 动手的正是七爷 七爷扣动半斤 一枪打心灶 一枪爆头 终于将这个大汉奸 就地蒸发 可事情真就这么结束了吗 何复堂买了回汉中的船票 可刚出大门 就被李兰群的眼线盯上了 幸好大早点击手快 不止这样 柳丁也遭遇了意外 黑娃正在跟其道别 眼看暧昧的氛围越来越浓 李兰群的部下突然出现 流丁降消欲云 这彻底激起了大家的愤怒 一场消灭李兰群 残余势力的行动正式开始 不到一周的时间 极客和李兰群相关的汉奸 就全被消灭干净 何复堂等人的一举 也被各大媒体争相报道 和人红是非多 这个消息 也被远在南京的魏正仙 看在了眼里 何复堂 魏正仙的复仇怒火 再一次被击起 男人回到家乡 街上却顾无一人 突然跟女鬼出现 原来是她的大媳妇 何复堂还没来得及 套枪就被围了 她被人带到祠堂 跪在老丈人的牌位前 看着这形如蛇蝎的女人 何复堂真是深得慌 看来刘二泉这些年 一直没忘记瞎父之仇 两人多年没见 刘二泉送上了关心 何复堂 这么多年了 你怎么没死在外面 何复堂懒得大理这疯婆娘 这是一旁的二当家 翻出了她包里的钻石 看何复堂一言不发 刘二泉又盯上了旁边的图纸 这是崩雷阵的设计图 何复堂毕生追求的梦想 可下一秒就被毁了 何复堂的心彻底碎了 可这还没完 刘二泉又描上了朱彩玲 这人他认识 是他们的婚礼上 调戏何复堂的戏子 看连累了众人 何复堂连忙向二泉求饶 二泉还真改了主意 但这是因为三日后 是他爹的忌日 他想让何复堂等众人 击败后再杀 何复堂被关进了柴房 就在又困又饿时 门开了 何复堂立马提高警惕 没想对方是给他送饭的 何老爷 你还记得我吗 何复堂奴隶回忆 终于想起来了 这是他刚回凤雷阵时 从魏正仙手下救出的小女孩 信尔 信尔告诉何复堂 这些年他不在 刘二泉联合牛旅长 在风雷阵作为作福 不仅贩卖大烟 还大面积种植因素 比他皆丧尽天良多了 何复堂当即下定决心 出去一定要惩治他们 在信尔和他男人的帮助下 何复堂逃出了柴房 他把刘二泉变了出来 帮在了柱子上 然后立刻掏往姐姐家 姐姐仍善命好 不仅嫁了个有钱人还望夫 现在姐夫当了 风雷阵警察局局长 可姐夫一些胆小 不敢做牛旅长 这就不好弄了 起人伤一半天 何复堂突然有了个主意 对啊 我是土匪啊 何复堂准备联合姐夫 利用王三春的名号 再搞一次事 可还没等他赶到 他二老婆就陷入了危险 门开了 男人一脸猥琐地出现 小妹人 昨天晚上睡得行吗 听到大嫂的笑声 兄弟们着急晚问 敢拿头撞我 我今天就让你知道 知道我大麻子的厉害 女人瞪大双眼 男人手脚麻利一把脱下裤子 眼看叫腊手碎花 门突然开了 大麻子你想干什么呢 廖大牙 你小子撞丧了你 没事被找 大麻子气急败坏 可来人就是不走 大麻家吩咐 我要我好好地看着你 你小子赶紧把裤子给我提上 要不然我一枪把你给崩了 小娘们儿给我等着 大麻子瞬间毁了 便骂骂咧咧便往外走 可刚出去就被警察拿下来 连运警察局 奉命捉拿土匪王三春苏妻 干嘛呀 有抗命者 救地正法 苏妻 您想到吧 大麻子麻了 自己啥时候变成猪妻了 他还不知道 这是何府堂 被和警察局局长演的一出好戏 我夫人呢 刘二泉呢 是不是让你害了 谢儿 谢儿 在内应的带领下 众人成功找到了柴房里的刘二泉 何府堂一脚踢上去 何府堂一脚踢 你也太狠了 不不不 不是我看他 何府堂 今天要你口供 把舌头给我捋平了 何府堂 好好看到看到他 大麻子哪知道 何府堂就是警察局局长的小舅子 两人为了办事方便 专门向外人隐瞒了这层关系 这时朱彩林黑娃等人也被解救出来 为防止大麻子泄露风声 他们直接把人舌头咳了 实施的当然是差点被吸附的彩林 大麻子被带走了 其余家丁则在姐夫的恐吓下 全跑光了 唯独廖大牙没走 不仅如此 廖大牙还决定从此跟随何府堂 何府堂见此人忠厚老实 也十分大方 不仅把名团叫给了他 还给了三颗金条 廖大牙感恩戴德 至于刘二全 何府堂并没有杀他 何府堂现在已经要对付的 是那个牛逼哄哄的牛旅长 土匪盯着床上被捆绑的摊子媳妇 这下人真够笨 一个摊子把腿抱上有什么用 男人走上前 温柔解开腿上的绳子 媳妇又把手举了起来 男人坐在床边 仔细打量着妻子的美丽容颜 他想不通 为什么这么好看的人 经常却那么歹毒 二全还是那么倔强 怕何府堂看敌自己 还当场演示了一遍 哑恶其色 说到牛旅长 何府堂好奇起来 他不知道二全是怎么 跟这种人混到一起的 二全示意她复而过来 二全告诉作夫堂 牛旅长是王母娘娘 看她家可怜 专门派来的 牛旅长就是牛魔王转世 接着又一个洋卧起座 看着二全牛逼哄哄的样子 何府堂心中更是好奇 这牛旅长到底是个什么牛马 他立马派老吴和黑娃 去线上打听 老吴装作来旅游的 跟小吃产老板询问 可老板忌惮牛旅长 迎威之字不提 老吴是产超能力 您就告诉我 那个旅长 他们家住哪旅行 这钱可不是白给的 小谭老板不仅交代了 牛旅长的住所 还透露了牛旅长 爱睡的两个地方 一个是城北的月满楼 那娃娃鱼做得好 牛旅长爱吃 另一个是月满楼 对面的畅春园 那姑娘长得漂亮 牛旅长爱睡 这情报可不是一般详细 老吴立即跟黑娃碰头 黑娃那也收获不少 他发现了牛旅长 手机烟浆的地方 是在一个中药铺的院子里 大烟味正好可以 被中药味覆盖 十几口大纲全是那玩意儿 这可是铁城镇的证据 但院里有卫兵不好进去 于是两人一致决定 先去九楼和姚子看待情况 晚上两人跟着牛旅长 来到了月满楼 可等正要进去发现 牛旅长后面还有一个人 竟是警局的唐庚远 看来他就是收购沿途的下家 老吴想进去听得更仔细些 黑娃拦住了他 因为唐庚远见过老吴 黑娃冒充牛旅长的人 一直上到了二楼 他刚听完正要走 就被发现了 小伙儿突听大量谈判 却不幸被发现 小伙儿一点不慌 立即想到了逃脱之间 我把架放下 误会 我是王三春的人 我贴下赢200名的地名 在外面候着 不要命的你们就开枪 伙伴听懂了暗号 不满配合 还真把众人吓了一跳 黑娃平安脱身 蹲下了大口喘气 原来刚才的镇定都是装的 但凡两人有一点没配合好 那黑娃的小命就打里面了 他们立马把新报同步给大哥 何复堂听到那两人出了内部矛盾 十分高兴 看来不用打费周章 就能把事办了 老吴建议下死手 顺便来个一石二鸟 弄死牛旅长 赶走他更远 原来在这之前 何复堂无意在后山 碰到了王三春的人 还得知了王三春的下落 他们可以趁此机会 一同灭了王三春 可这事不能告诉那胆小的姐夫 不然啥事都干不成 几人决定先从牛旅长下手 牛旅长见被森严 如果想动手 只能趁着对方逛窑子时下轴 可现在黑娃老吴特露了面 来运一人又容易引起怀疑 该让谁去呢 就在这时门开了 我去啊 你去 嫂子 美人计啊 何复堂极力反对 试问世间哪个男人 能同意老婆去干这档子事 可耐不住朱彩玲转磨硬炮 何复堂只能同意 为一方万一 他让黑娃和老吴跟着 而他则要去干另一件大事 何复堂一早就去了警察局门头 大队长见状立马上去拿下 人家还记得何复堂上司的骗局 可何复堂丝毫不慌 你是不是何复堂 我是不是 那那个假邹夕他是 他不是假的 他就是邹夕 这时姐夫听见吵闹声赶了过来 看小舅子又出幼蛾子 瞬间紧张起来 何复堂告诉他们 自己能从邹夕呢 昏出王三春的架落 虽然姐夫不知道何复堂要干啥 但念在老婆的份上 还是放了他一满 何复堂一进去 假邹夕吓得浑是哆嗦 七爷 你就招了 我跟你去讲说好了 你要是招了王三春在哪 你要是不招 咱俩就全满了 七爷你就说了吧 行不行啊 舌头都被割了 再说话就是一学奇迹了 看邹夕半天没动静 何复堂走上弦 你的舌头不怨我 怨你自己 你要是不对我夫人下手 我兄弟不可能这么带你 虽然舌头很疼 但何复堂的话 确实言之有理 邹夕考虑半天 同意了何复堂的提议 你到底搞什么名堂 我不能告诉你 姐夫 比赛说一遍不能告诉我 我真不能告诉你 滚滚滚滚 姐夫 你就等着圣官发财吧 你怎么现在才来呀 小红和翠翠 等你都等着急了 牛绿长 你可来了 来嘛 下来嘛 这俩小骚伙 够功火的呀 脑子今天晚上 要大开杀戒 牛绿长提着枪就上去了 说不知今晚就是他的死期 此时门外四个神秘人下来车 仔细看可以发现 其中一个是女扮男装 他们准备混进去 做了牛绿长 可进门要搜身怎么办 老吴动用了超能力 哟 还挺酷啊 动用一下 好吧 谢谢吧 谢谢 为了离牛绿长更近一点 他们让老伯安排个二楼的房间 老伯迫于军队的压力 不敢随意决定 老吴只能再次罢工 谢谢 老吴他们这次准备用美人计 实施者就是大嫂朱彩玲 朱彩玲一到房间 立马开始脱衣服 有什么事 朱彩玲顺手把折扇放到了锁子上 说不知 这差点害死他 老吴在楼梯口探风 黑娃子在楼下跟舍卫合宿 但暂尽注意力 很快牛天寺办完事出来了 老吴瞅准时机凑上去 一听这话 牛旅长哪怕再没精力也进去了 此时朱彩玲已经变装完毕 朱彩玲的过分热情 让牛旅长起了疑心 她一发掏出箱 你不是这儿的姑娘 也不是刚来的 你为什么穿男人的鞋子 我脚大 穿着玩的 万万没想到 对方竟对脚这么有研究 看来是小瞧她了 不然 牛旅长让朱彩玲转过去 说要搜身 只见她的手 在大嫂腰间来回抚摸 没问题吧 有问题 牛旅长又看到了男人的折扇 眼看事情就要败了 朱彩玲眼疾手快 迷晕了牛旅长 然后老吴进来善后 到了 嗯 朱彩玲迅速换装 老吴从前袋里 倒出金斧头 现场拼装 牛旅长的侍卫 孩子跟黑娃划拳 可忽然发现情况 却不对 诶 这旅长刚才进的是 哪个房间 怎么这两个人出来了 在黑娃的掩护下 老吴和朱彩玲 顺利出门 俩侍卫这次反应过来 可等上去时 发现人已经死了 这下刘二宣的靠山 彻底倒塌 何复堂还在屋里 等候起人消息 这时姐夫告诉了 他一件喜事 他们在石权 找到并摧毁了 王三春的老巢 但可惜的是 还是让王三春给跑了 何复堂非常遗憾 杀子之仇又没报成 为了照顾老婆心情 他让姐夫 帮忙说一个善意的谎言 就说王三春被打死了 因为王三春的事 上面对两人进行了家讲 姐夫身为汉中市 警察局副局长 何复堂为风雷阵 民团团组 属于何复堂的时代 正式开始 土匪称了镇上的老大 上任第一件 就要宣布三件大事 第一件事情 我要振兴风雷阵 重建回笼场 第二件事情 以后不许叫我喝老爷 叫我喝先生 再有人叫老爷 我罚你们的款 至于第三件事 就是要彻底拔除镇上的毒根 之前在刘二全的统治下 风雷阵成了中毒贩毒的毒卧 现在何复堂严令 必须铲除所有阴附地 商交所有阉具阉枪 并当众烧毁了所有的阉土 除了刘二全外 众人无不开手笑话 建设风雷阵这事 何复堂是认真的 他专门在自家大堂 何复堂则负责审批方案 分派颠覆职务 男人深情的是成衣店 何复堂当场考验其业务能力 先不管说的对不对 马屁派的是真好 为隆落更多人才 何复堂不仅给就业机会 还放款 来的人络绎不绝 下一个是风雷阵的老儒 施喜儒先生 何复堂十分敬重 施先生想开个四报堂 卖文房四报 何复堂觉得这样取材 让施先生去学校交书 并给了巨额工资 何复堂出手豪爽 震惊了老先生 镇里的交书将 每个月才六块 他现在这工资 都能跟省里的中学校长媲美了 最后来面试的是一对小夫妻 女人曾救过何复堂的命 和何复堂却否决了他们的方案 何复堂给两人看他的设计读稿 原来他不是万恩负义 而是想让两人担任更重要的任务 他把风雷阵的银行交给两人打理 这银行得聪明的人管 我们这样的不行 再说我也不会 不会可以学 聪明的人很多 忠厚苦实的人生 和何复堂这样信任自己 进而忍不住当场哭了袭来 就这样 何复堂的回龙步行街正是现成 他们招呼掌柜们一起拍照 可拍完照片时 却发现了一个可疑的人 黑老大发火了 他一定要找到那个藏在暗处的检讯 兄弟们来找他处理事情 他一句也停不进去 看街上找不到踪迹 男人便来到民团总部 这类有一群刚进来的新兵 男人一边审视 一边让民兵挨个儿微笑 他记得照片上 奸细的长相 可挨个儿看完几十个民兵后 还是没找到奸细踪迹 一个月的不停加班 和巨大的精神压力 让何复堂疲惫万分 坐在那儿就打起了盹 没想刚行 只被俩大眼珠子吓了一跳 何复堂建二拳 还是跟见了女鬼一样害怕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二拳反而对他少了些敌意 何复堂知道二拳聪明 就想问问他的意见 没想二拳笑出了声 何复堂复堂复尔过去 却听见这么一句 何复堂顿时不想问了 谁让你接着过来的 我家就住着后院 我回来进大门 啊 去走 二拳走了 老吴来了 老吴问遍了当时 何复堂的商铺老板 可没一人知道 那捡起的情况 怎么可能那两边的人呢 啊 也问过了 当时拍照太激动了 都没有留意 福堂 我觉得你想的太多了 老吴觉得那可能是个巧合 毕竟当时街上人那么多 也许是路过头热闹的 但何复堂就是觉得不得劲 那个人一定有问题 他很危险 就地蒸发吧 老吴刚走 何复堂又叫住了他 原来何复堂突然一气道 刚才态度一些不好 对不起 老吴没有说话 继续执行任务 可这一查 就彻底没了回应 回龙机正式开业了 何复堂难得高兴 站在旁边疯狂放枪 可马上反省事就来了 或者怎么 何复堂原来当过土匪的消息 传了出去 外地来的商队 都不敢从这儿过 全绕道而行 这还怎么做生意啊 于是何复堂决定 亲自处理这事 黑老大故意隐瞒身份 从路人嘴里 打听自己分屏 这心何大 早就是粪桶挂在大门口 臭名在外了 怎么臭名在外啊 你不知道啊 他可是风雷阵的大土匪啊 以前跟过王三春 这烧杀抢阅 什么坏事都干 我要跟他做生意 也太吊价了吧 哎哎哎 自己名声竟然这么臭 何复堂一姐不敢相信 这一时老头携事 他们绕行 是因为他们要住的磁伤 和笼动的皮革伤 世代有往来 所以从不跟其他人做生意 看对方比较实诚 何复堂心情好了一些 我就是何复堂 您这笔生意 能不能在我们回笼场做 你们就是要抢啊 这 我这枪怎么走 我先生不害怕啊 这样啊 何复堂让老头开个价 说自己可以给先大洋 虽然是中间伤 但并没有赚差价 老头无奈只能同意 他小伙儿不愿意了 我这枪怎么回事 别老吓我 快走 别说人了 马都吓了一跳 若旦生意总算是做成了 但这可不够 何复堂还想做长期生意 他让俩人去他真想看看 两人哪还敢去啊 闭嘴 一会儿有枪走火了 去去去去 有了大哥的带头 小弟们也真相模仿起来 楼栋梁有事没事 就穿着买来的军长吓唬人 准备露塌了 从风雷阵绕一下吧 老总 您打东边来 怎么知道西边的露塌了 怎么着 我说话你也不信啊 谢 谢 而黑娃也在这民兵和枪 到处列队欢迎 对兄弟 辛苦了 欢迎你们来到我们风雷阵做买卖 兄弟们欢迎 欢迎 好好好 靠着这样硬贺的拉克手段 回龙界的买卖 总算是做起来了 三年后 富有银行 风雷阵支行开业 和服堂满面春光 小外甥也已经长成个大小伙 都会跟他要钱追女娃了 但有一点不好 就是这外甥太坑就 一个不小心 就把王三春没死的消息泄漏了 舅 我没骗你 我都知道你的对头王三春在什么地方 你信不信 和服堂你个骗子 你个王八蛋 女人现在才知道 杀子仇人竟然没死 更神细的是 丈夫还联合众人 欺骗他这么多年 女人立马找丈夫算账 你躲着我干什么呀 咱们换个例子说吧 就在这说 主彩林才不管丢不丢脸 你和服堂惹我了 就让你吃不了头这走 非礼无听 非礼无事 是先生 非礼无听 见媳妇走上前 和服堂赶忙看过头 可却听到了这么一句话 咱俩灵魂 不用再躲着我了 媳妇气冲冲的走了 留和服堂呆愣在原地 啊 追 和服堂这才反应过来 可追到媳妇后 又有难题了 主彩林表示 不写修书可以 但必须分居 还有 你给我两百人吗 主彩林就要自己 去找王三春报仇 和服堂一刻就回学了 趁着兄弟来找 赶紧开溜 但主彩林才不会轻易放弃 又不是只有你和服堂 又脑子 爬来到二玄院子 诸彩林性格似活 别人随便一挑逗 他就急着上蹦下跳 二玄告诉主彩林 如果想办成事 不能指皇杆司令到处跑 必须得找个防守 然后再去找兵员 刘二玄此时心里 能翻一百个白眼 刘二玄继续指点 那刘二玄如今离开了广平 来凤雷镇住了 主要就是为了追男人 那男人正是黑娃 但黑娃并不喜欢她 所以正好可以利用这点 毕竟在朱彩林家住 就能天天看到黑娃 朱彩林下一集领 赶忙去找花桥 花桥果然同意了 看来这下风雷症 又要不太平了 女人把魔篮子放在地上 女人被找出欺负了 要组建一支女子兵团 因为一找不到兵员 就盯上了乞丐和寡妇 你们想不想天天都有馒头吃啊 你不会是七院的老宝吧 放屁 这是风雷镇的司令夫人 女子清兵队的队长 女子清兵队是干啥的呀 专门收拾男人 每天发馒头发大洋 这一下可不得了 全阵的男人都走洋了 第一个就是黑娃 我写的那十七封信 你为什么一封都不回 我不识字 你胡说 你上过六年的四书 来源跟我说过 他们这关系可乱 来运喜欢花桥 花桥喜欢黑娃 黑娃喜欢来运 而何福堂才刚刚听到风声 老吴告诉他 那朱采林跟疯了一样 不仅招募乞丐寡妇 还去民兵团 抢那些男人的媳妇 那些女人也跟着一起发疯 你可不知道 这些婆娘动你手来 比男的都厉害 那老驴 拉着他媳妇 说别去 第二句话还没说的 后边上来一婆娘 一刀把老驴的耳朵给剁了 何福堂简直哭笑不得 这也就是他媳妇 能干出的事了 突然黑娃急冲冲的找来 朱采林的副手华桥 趁他不注意 偷配了军火库的钥匙 还偷走了几只条枪 何福堂非常震惊 华桥 他怎么跑风队阵来了 他在我这儿住了半个多月了 在你这儿住了半个多月 你是不是把人家姑娘给祸害了 大哥 你不了解我什么人吗 我祸害他 他不祸害我就算好的了 好像确实有点道理 但只要没出事就行 何福堂刚准备走 老吴又透露了个劲爆的消息 在背后操控这一切的不是别人 是那个久病成腰的刘二泉 不仅如此 何福堂他女儿也不上学 跟着一起学打枪了 这可还行 何福堂立马飙到现场 何金玉 过来 何福堂气急了 可还没说两句 朱采林就上来了 你能不能别再闹了 修书写好了 修什么修啊 你就祸害咱们女儿吧 你这金玉还是个孩子 孩子怎么了 孩子有了枪 你们男人能干 怎么照样能干 面对着彪悍婆娘 何福堂是一个头两个大 但还没来得及处理家事 阵子上就出事了 一个男人的老婆 半天生不出孩子 可他们医院 却连一个像样的医生都没有 这给何福堂提了一行 必须引进人才才行 现在放眼全中国 最好的医生 就在北平和上海 可北平已经全面沦陷 看来只能去上海了 黑老大来医院偷医生 兄弟们兵分两路 一个去了肿瘤科 一个去了手术室 将比于黑娃的暴力 老温那边就文明多了 他装作权威医学杂志的工作人员 光明正大的忽悠医生 大夫跟着何福堂他们 来到了上海的基地 这戴眼镜的医生还算镇定 看见地上躺着一个同僚 愣是一点不慌 何福堂先看了看银行的账本 发现全是赤字 因为战争 放出的款收不回来 政府又一直逼着捐款 银行就要支撑不下去了 查理想回美国 何福堂一再尽求 查理只能选择留下 听到现在 一旁的吃瓜医生 总算是明白了 原来你真的不是学术权威啊 众人差点忘了这茬 何福堂也没隐瞒 把事情的来龙去脉熟了一遍 医生十分感动 你虽然不是学术权威 但是 你我们医生救死扶伤的品德 谁没经历过战祸啊 谁没失去过亲人啊 我们之所以在私立医院工作 只是因为他待遇好 对钱看中那也是有的 但是 我们没有失去一颗 救死扶伤的心 李大夫你说两句啊 他怎么运了这么久啊 现在上海被日军占领 物资紧缺 即使是法族界也没好到哪去 医生告诉何福堂 想要成功把人带走 就不能说实话 但也不能把医院的人全拉去 毕竟这里的病人也需要治疗 这样吧 我给你拉个单子 以一个人为一个单位 好不好 两个人一个单位 按照医生的统计 一共是十二个人 再加上他和地上躺着的主导大夫 一共是十四个人 他刚准备行动 医生站了起来 那可不行 前期的工作总算做好 几人第二天一早立马行动 为了确保行动顺利 何福堂还专门找了批的神做担保 他们拟造了一份假文件 说是上面要派他们去重庆大后方 进行支援 为期半年 开始大家都不想去 还好有两个托儿做辅助 这些医生才同意 可刚出了租界 就被日本人拦下了 男人带着医生去救人 却不想被日军拦下了 不行了 过不去了 得逼人 必须应平 咱们这种死人 但是必须得把大夫送去 你们卡车里是什么人 卡车里的 都是鸡取被专一的 非结合兵人 就算是兵人 你要抢 抢 这下可糟了 如果去 肯定会暴露 只见日群将卡车团团围住 一个带着防毒面罩的日本兵上了车 与此同时 和服堂等人也抹上了墙 准备决议死战 可万万没想到 没一会儿那个日本兵竟然出来 还给放行 真的放行了 是放行了吗 是啊 过去啊快 警察一刻不敢耽搁 立马启动汽车 全力加速 可就在擦肩而过的时候 那个带着面罩的日本兵 竟在给和服堂挥手告别 这是什么情况 日本人有这么友好吗 和服堂百思不得其解 但眼下撤离是第一位 就在车刚开到安全地带的时候 和服堂脑中闪过了一个可怕的想法 他连忙打开车厢一看 一个赤身裸体的男人躺在地上 旁边众人一脸吃惊 如果猜的没错 这个还是真正的日本兵 而那个向他挥手的 就是现在不见中影的 楼栋梁 当时时间紧迫 为了能尽快通过 楼栋梁不容考虑 直接杀了那一只稳命 又一个兄弟牺牲了 和服堂他们一走 日军就发现了猫腻 纷纷把楼栋梁围了起来 楼云长也毫不畏惧 拉上枪栓准备战斗 可对方人多势众 还没等开两枪 他被打成了筛子 为了兄弟 为了凤雷镇的百姓 为了民族大义 楼栋梁牺牲在了这里 可刚到凤雷镇还没喘口气 和服堂就得知了另一个坏消息 他老婆因为独自劫击王三春 差点交代到哪里 男人死侣 以逃生 摇胜一变成为军统特务 在戴笠手下干活 因为工作能力出色 被西安复兴社社长 派去教育局卧底 对外名字霍大成 对内代号易先生 一次男人做完任务回去 无意间在街上看到了之前 欺负过他的猴团长 惹下出气的时候到了 可猴团长半天也没认出魏正宣 真不认出 魏正宣 请吧 猴团长开始还想装向拿势 但看着人家的派头 开始小心一起来 看来这曾经不可一世的猴团长 也遭遇了坎坷 他这次来西安 就是给军长送礼买官来了 令人没想到的是 魏正宣并没有落井下石 而是写了张纸条 连你对我过去补薄 如果我在大洋 还有一个人不知道 我还团带你 不是 这 郑先生兄弟有亏 有亏呀 魏正宣让猴团长 拿着这张纸条 去大燕路19号 去找康军长 易先生 这管用啊 放心 他一定会好歹 果然没过多久 猴团长胜为了旅长 而这也是魏正宣 走的一户棋 在教育局干了几年 大任务没有 半岛被分配了对象 局长给他签了个红线 是被平来的女大学生 开始魏正宣还不同意 她耐不住人家热情 还是先硬了下来 但她得先给上方汇报一下 魏正宣担心这个女学生一来 自己就会露笑 但上司让她不要紧张 先把姑娘拿下再说 魏正宣准备去接姑娘了 同时姑娘的妹妹也去了 可过去一看 城里竟戒严了 昨天晚上 一个富商被绑架了 现在正在全城缉拿凶手 下午两点之后才去放行 这是我证件 我要去火车站接我姐姐 请放心 对不起 你的级别不够 这下可尴尬了 女人想上前说理 被一旁的舔狗拦下 舔狗准备好好表现一下 你好 我是西北大学的学生 这是我的学生证 学生啊 更不行 两人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这是旁边来了个戴眼镜的人 手里还捧着一束花 同样也被拦下 两人本来没在意 可没想从兜里掏出个东西 他男人进去了 一旁的城立山待不住了 这男人到底是什么来头 他还不知道 这男人就是他未来警服 魏征仙来到火车站 四处寻找那个 北平来的女大学生 突然眼前一亮 一朵空库幽兰在人群中绽放 怕是那么的亮眼出尘 让魏征仙不舍得挪开目光 他一见钟情了 魏征仙看呆了 差点忘了要干什么 这是城立山来了 看到魏征仙十分惊讶 魏征仙是这么说 可城立山就手不信 怕让姐姐多提防这男人一些 为了帮姐姐把关 城立山多次暗中调查霍大城 可都没有什么进展 就在一个晚上 魏征仙找上了他 你到底是谁 你是军统的 但城立山已经猜到身份 魏征仙也没有隐瞒 毕竟这是他心爱女人的妹妹 他告诉对方 只要能守苦如瓶 就能帮他进军统 但如果说了 那结果就是死路一条 城立山做梦都想进军统 在前程和姐姐的幸福之间 她选择了前程 因为对姐姐有愧不敢面对 城立山拜托田狗李树敏 帮忙出席魂礼 可没想这小子又开始坑就了 不用再听下面的 魏征仙已经猜出来 这人就是何府堂 他立马开始复仇大计 先生给侯律长打电话 让帮忙调查何府堂现在的实力 然后告诉城立学 自己要去凌云调查 但没想到的是 何府堂来了西安 还没等说完 一阵冷枪袭来 女人不假思索 命令女子亲密往上冲 但结果可想而知 他妈被寻心百战的独肥 卡到废物身上 女子宁团死伤大半 眼看风雷症 就要变成光顾尔村 朱彩玲赶紧撤队 她现在才知道 离了何府堂自己啥也不是 他们被送往医院治疗 可没过多久 朱彩玲就好了伤疤忘了疼 我男人在敏心见到了王三春 你说什么 我说我男人见到了王三春 朱彩玲一听受王三春的消息 立马就憋不住了 夫人 这么大的事 咱是不是应该司令通报一下呀 通报一下就去不成了 走吧 可去了一趟却没见到人 见自己再一次吃憋 朱彩玲终于决定 跟何府堂商量商量 可这下连何府堂也不见了 这是她女儿急冲冲过来告诉她 爹爹去西安区小娘了 朱彩玲懵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原来就在昨晚 那坑舅的侄子一回来 就给何府堂数了个美 说吧 要多少钱啊 这回可不是小数目 不是 这也跟钱没多大关系 侄子告诉何府堂 他的一个老师 在西安市熟香门地 几年前去世了 那家二爷不干正事 还起大烟 三五年光景 就快把家里败光了 他们家门头上 有块匾 三怀挺秀 有公民啊 对 大公民 父子三榜眼 可怜那家中有一小妹 称的是神仙一样的人 招架一败 那小妹就要自杀 为救这姑娘 大侄子想了个办法 让舅舅娶她 舅 我求您了 您就帮我一次好不好 就这一次 你小子是吃透我的 光听这故事 何府堂确实心动了 但具体要不要救 他还要亲自去见见这人 这件事情 任何人都不能告诉 侄子不理解 为什么不说出真正的原因 何府堂告诉他 在这俗世 外人是不可能相信你这些话的 那还不如不解释 让他们说去好了 可俩人没想到 这一切正好被他女儿听见了 还告诉了朱三菱 这下麻烦可大了 黑老大上门提亲 一见面就给了个隐名出 哎呦 何老爷 男人激动坏了 赶紧请黑老大上座 何老爷 风雷阵过来几天呢 三天 开车来了 其实两天就够了 因为我舅舅带的聘点太多 所以耽误了点时间 这是一阵古琴声响起 吸引了何府堂的注意 男人赶紧介绍 说这就是他家小妹 还不等说完 何府堂就忍不住上前观看 何老爷 自古只有听起 没有看清的道理 别太近 何府堂顺着琴声过去 物联后是一个清新淡雅的背影 忽然琴弦断了 你是闻声而来的知音吗 何府堂没有说话 只是转身走了出去 舅 看见没有 怎么样 人往酒店吧 原来何府堂不是在娶媳妇 而是在英雄救美 他牵了一条条过来 怒至仙惊 只是为了不让赵家小姐 被这破坏的家世所牵连 尤其是那个大燕鬼哥哥 何老爷 咱们家后院 又拉来两项宗旨 全是用作 这何府堂 真有点意思 何会见面 送我一颗夜明珠 真的 我看看 看乖 何府堂的态度和家底 赵二爷十分满意 但他还要摆摆 大货人家的架子 泡何府堂几天 顺便来劝劝小妹 小妹对她可是 一点好脸色没有 你都二十五了 搁在别人家 那是少奶奶的年纪了 既然是为了我好 那提亲的事 为什么瞒着我 赵家这是在嫁女 还是在卖女 小妹怎么能这么说话 卖字多难听呢 实话跟你说了 咱们家 已经穷得连茶叶都买不起了 我的大烟 不能停 家里这几口人 要吃饭 要穿衣 妹妹 我把家里能卖的 都卖了 就差你了 为了逼妹妹出嫁 赵二爷还放言 已经卖了妹妹住的小院 妹妹心动不已 但不管二爷怎么说 妹妹就是不送口 于是二爷又换了一招 打起了古琴的主意 这把古琴 是他家传了七百多年的宝贝 南宋里一安的藏壁 相传一把琴 能抵半座城池 搞定完小妹 赵二爷又开始拿尼和服堂 说家妹还需征得 巴西安老姑奶奶的同意 让先去吃个饭 和服堂还能不知道她的意思 便由着她去了 几人来到西安城 有名的同龄祥吃羊肉泡馍 可水城祥在此处 和服堂还遇到了一个故人 男人像刘花祥般 手持盆子 疯狂向一辆车射击 可连射了几分钟 也没见车子损患 杀福仇人又跑了 她立马带着兄弟 回饭馆查看 一个火器被抹了脖子 仔细回想 当时出饭馆时 她和一个女扮男装的女人 擦肩而过 难道凶者就是她 而那个人 正好和魏征仙 同乘一辆车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们立马回旅馆 商量对策 虽然侄子没说什么 但和服堂已经猜出了 女人的身份 就是侄子一直在追的 那个女军官 和服堂觉得 可以利用女军官这条线 把魏征仙拽出来 与此同时 魏征仙也知道了 女军官和李树敏的关系 并从女军官的嘴里 得适了和服堂 就是李树敏的舅舰 他也准备利用这层关系 对付和服堂 魏征仙一点不默契 立马集合人马 向和服堂居住的酒店出关 月黑杀人夜 风高放火天 军同训练有序 很快就将酒店 回得水泄不通 可万万没想到的是 和服堂已经预判了 他们的预判 提前在外面做好了准备 魏征仙进去后发现没人 顿时开始紧张起来 但很快又镇定下来 坐在沙发上 等着和服堂回来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和服堂还是没有出现 直到十二点 魏征仙终于熬不住 准备撤退 毕竟这些命令 都是需要申请的 和服堂终于等到了人 魏征仙一出现 半个人是射尘不够 和服堂并没有选择 在大街中央动手 而是等魏征仙 打开车门后才在想 结果这一顿操作了下来 子弹全部秒边 只留下了一个活口 这下事可不好办了 魏征仙竟跟军同扯到了一块 老吴有些气弹 让和服堂三天之内 立马领在西安 可和服堂还惦记着赵家小姐 事已至此 和服堂只能同意 这两箱子大洋 喝两麻在黄金 是男人提醒的拼礼 但他并不打算出面 只信男人拿出一个小盒子 盒子里面装的是两块黄色的石头 第二天接亲 场面非常热闹 府里张灯结彩 门外罗虎全天 街坊们也都围过来看热闹 赵二爷的反应 跟和服堂预料的一样 刚开始骂骂咧咧 一看到宝贝 立马变脸 罢了罢了 贺新郎 但新娘子呢 这件红旗阿姨正好端端的在床上放着 新娘子坐在一旁烧纸 二哥我只说一句话 这情是要跟我一起的 新娘子终于出来了 看戏的大爷大妈们说起了闲话 人总算是劫道了 和服堂立马去查看赵小姐的情况 可就在要走的时候 侄子却找了个借口不回汉中了 非要留在西安 几人立马察觉出不对劲 今后和服堂早有准备 他在西安留了个眼线 时刻盯请侄子 顺便查找魏正先行踪 和服堂十分谨慎 他害怕回汉中的路上突发电步 便绕了小路 但这样也多了两天路程 口粮不够吃了 为了可以坚持回汉中 和服堂吩咐下去 除赵小姐丫鬟司机探路的以外 其余人每天一顿饭 和服堂菜的很准 他来的路上正有两队人马在埋伏他 一个是早有冤仇的王三春 一个是吃醋发火的朱彩林 除此之外 魏正先也携的家眷 一并来了汉中 这下可精彩了 给你们黑八个八了 洗干净了 给你们玩动房 别动我 别动我 哎 大嫂你 谁敢 你不能放开我 大嫂你们分了 大嫂我说行了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原来女人携的告密 老公带着重金去西安娶小媳妇了 这给他气的 于是就绑了老公留在正常的中顶 那印章没在你身边 没在呀 你看 你看我都成这样了 你松了也没有啊 对不对 我不信 来 看华侨流着口水来了 黑娃吓得连连后退 华侨 我告诉你 别想占我便宜 强扭的瓜不甜 你不明白吗 哎 你 你 少跟我废话 我最后问你一句 何福堂是不是去西安 接那个小媳妇去了 大嫂 我真不知道 就算我知道 我能告诉你吗 我嘴多严呀 我黑娃是什么样的人 你不明白吗 嘴严是吧 嗯 嘴硬 硬 朱彩林知道 黑娃肯定是吃准了 自己拿她没办法再这样 但这可想错了 那朱彩林有的是办法 而且一不用打 二不用罚 那嫂子今天就做主了 你跟华侨结婚吧 一听这 华侨瞪大了双眼 追了几年的男人 终于要到手了 黑娃可不乐意了 这不可能啊 大嫂 夫人 我说到做到 今天晚上就动房 不可能大嫂 墙种都挖不甜啊 大嫂 这太 太突然了 夫人 朱彩林不顾反抗 让姐妹们放下墙 去拔衣服 准备把黑娃洗净 送到华侨床上 黑娃顽强抵抗 直到上衣梅的那一刻 终于小蟹投降 大嫂我说行了 不行 晚了 夫人 不能让他说 大嫂我说 只要你不让我 跟华侨远房 我现在就说 我现在就说行吗 看黑娃你和出卖大哥 都不想跟自己远房 华侨的心都要上透了 朱彩林安慰小丫头 黑娃早晚都是那 朱彩林在这人马出发了 女儿见状赶紧拦着 她可不想当个没爹的孩子 但这一切都晚了 朱彩林已经埋伏好 藏在山上的白老虎听见 她立马将消息 同步给王三春 王三春已经在山上 折服多日 马上就要饿死了 一听有机会杀和服堂 顿时容光换发 为以防万一 她还把仅有的地雷 埋在了路上 和服堂能够逃过此劫吗 郡同带着媳妇去上例考察 粗不知已经被土匪盯着 过年的特务经验 让男人察觉到了危险 她立马让司机停车 这鸟叫的声音 不就是这样子吗 魏正谦还是觉得不对劲 她让媳妇在车上等她 自己下去查看 顺带掏出了枪 大成 你怎么有枪啊 魏正仙不敢让媳妇 知道真实身份 随便找了个借口糊弄过去 然后开始找土匪 刚准备放松警惕 忽然就遭到土匪袭击 为保证老婆安全 魏正仙让司机赶紧开始过去 自己一心对付土匪 她刚打了十几枪 身后就传来了爆炸 魏正仙一下晃了神 这时突然从旁边 冲出一群人 将汽车团团围住 王三春就在里面 魏正仙蹦不住了 但她没有坐以待毙 顺着旁边的勾跑了 毕竟留得青山在 不怕没柴上 就是得委屈一下媳妇 你就是和服堂的新媳妇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魏正仙还不知道 自己胃中 帮和服堂挡了个雷 三哥 此地不宜久留 为了不被和服堂发现 王三春跑得崩雷阵 旁边的银马阵 潜伏起来 老两口 已经给办了 丢紧你了 好 王三春把成立学 当成了跟和服堂 对峙的底牌 可手下人就没那么老实 一个喽啰趁夜深人静 跑到了关押成立学的柴房 你别过来 干什么 杀了和服堂这小媳妇 咱们不也算报了仇了吗 这个人不能杀 也有着她对我有用 此时外面的天上 发射了一名信号弹 那不是嫂子的信号弹了 那是什么老家 是银马放下 原来事发当时 朱彩玲也在现场 她本来是打算埋伏在一旁 怒杀亲夫 没想被王三春抢了先 更狗血的是 她也把成立学 当成了和服堂的新媳妇 但现在王三春意外出现 朱彩玲决定放下家事 先报杀死之仇 女子亲兵纷纷赶去支援 黑娃得知情况后 并没有召集动手 而是决定静观其变 风雷银马两阵乱成一锅粥 魏征仙也正赶往侯旅帐那里 尊备寻求支援 军统特务操的土匪追杀 信得猎狐父子相救 和猎狐拿知道 自己救了一条会杀人的毒蛇 为了不暴露身份 魏征仙让猎狐帮自己去崩雷镇 招苏父堂的民团帮忙 自己则假装受伤 让孩子帮忙带路 开始害一切正常 和正走章 魏征仙突然要求自己走 说要去万家村买一马 你知道万家村 我就是在这一代长大的吗 怎么不懂 那你也认识现成了 我当然知道 先生 你到底有没有受伤 有受伤 事不大 看魏征仙知道路 小孩就把干粮给了魏征仙 自己准备回去 本来到这儿就没事了 和他千不该万不该说了一句话 这人真奇怪 难道跟和府堂老爷有过节 孩子 你都不啥呢 我就是觉得 你这人有点怪 什么都认识 什么都知道 还来求我们 是不是跟和家有什么过节 自己才不敢露面 虽然是同样武器 可军统的坐着风格就是 绝不能有一丝闪失 即使是救命恩人也一样 猎户千秋万虎 把血回来 迎来的是儿子 迎来的尸体 青王 青王 可能是老天惩罚 魏征仙的如意算盘 并没有打响 因为和府堂去了西安 镇守在崩雷镇的是黑瓦 他认出了政府的怀表 但看本人没来 就立刻起了疑心 并没有贸然出兵 黑瓦等得住 王三春可等不住了 眼看他们就要淡尽良觉 情急之下 王三春想了个主意 他割下手下耳朵 准备来个反前进 朱彩琳果然被骗了血 这下王三春手上 又躲了个把柄 回去告诉和府堂 他的两个夫人都在我手上 一个女人50万大洋 而和府堂此时 才刚带着新媳妇回来 看他怎么处理这个烂盘子 别动别动 别动我打死他 取起手来 放下枪 虽然是一方霸主 但毕竟到了人家地方 还是要给些面子 孙团总吧 你是 风铃阵和府堂 一看清是和府堂 孙团总立刻笑脸相迎 谁不知道 和府堂有钱有势 可以听到下面的话 孙团总又变了脸 兄弟 我就跟你说句什么 今天我来 也是抓王三春 王三春是为害一方的土匪 蒋介石放话 谁能抓住王三春 就悬赏五万大洋 外加官升三级 孙团总可不想分十之 您 不是在跟小弟抢功吧 这事情可得有先来后到啊 再说了 这是银马 不是你缝雷战 我抓王三春 为了避免误会 和府堂还专门解释了一下 可这孙团总 就是油盐不尽 什么意思啊 明抢啊 这是银马 不是风雷阵 把手举起来 和府堂此时还没有发火 他不想伤了灵力和气 就让对面给开个价 孙团总还争开口了 五万大洋 官升三级 我只要你八万大洋 活多吧 我给你十万 一听这么多钱 孙团总又叫盖了花 同意将王三春让出来 和府堂十分感谢 让三天后却封雷阵对线 没想孙团总又不乐意了 这恐怕不行了 我得要陷阱 兄弟 我出门鸡 没带陷阱 孙团总 我真是出门鸡 我出来是旧朋友的 我没带这么多陷阱 不管和府堂怎么说 对面就是不松头 和府堂终于忍不了了 既然你不给面子 那就让你看看 强龙到底能不能压到了地头蛇 什么意思孙团总 今天如果没有陷阱的话 我是过不去了是吗 我刚才给你砍的是多少钱 十万 九万 八万 不是 七万 看着和府堂 庆一寺的美式装备 拿着盒子炮 和三八大盖的孙团总怂了 你回头看看 不知道什么时候 黑娃也赶到了这里 一手举三个小雷 谁动我炸死谁 六万 和斯俩 我 大人不计小人 我 我错了 行吗 我错了 我什么 那那那 给我回面子 行吗兄弟 三天以后我在风雷阵请你吃饭 十万先拿药 哥哥 小笔小气了 有机枪吗 有 几天 两点 借个雲一下 摆平了这档子事 和府堂拿着借了的机枪 直接围了王三冲的院子 眼下还不能强攻 人聚在人家手上 和府堂决定 把院子周围的路全部封上 后半夜动手 土匪路过巷子 总觉得里面有人 没想下一秒 一群人出现了 黑王 南月 王 府堂啊 土匪顺着目光看去 只见和府堂拿着把盆子 再朝他勾手 你就不怕我喊 喊呢 你们什么时候来的 刚来 不就碰上熟人了 说说里边情况 老曹并没有吱声 但和府堂发现了 篮子里的馒头和烧鸡 王三春的宵夜 这么晚了还从外面往里边送吃的 看样子王三春应该已经断粮 忽然和府堂注意到了老曹耳朵的伤 他随口问了一句 没想老曹哭了起来 都是王三春 使得苦肉计 他为了让我 把财灵骗到后院里去 我弟弟是他的天生护卫 如果我不回去 我弟弟就死定了 在和府堂的威逼引导下 老曹选择了倒戈 现在大家齐心协力 对付王三春 老曹体可以往饭里面下毒 把王三春一挑子撂翻 和府堂拒绝了 朱财灵和那教育局的督察夫人 还在王三春手上 王三春肯定会让他们试毒 老吴灵光一闪 咱们有药啊 就是那种麻醉药 剂两小点不会死人的 药狗吃的不够 放心 王三春一马赶到风雷阵准备 晚终于到了 因为配送超时 王三春起来疑心 你怎么这么久才回来 不会是去报官了吧 司令 这个小镇子太小了 就那么几个小饭馆 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家 就剩两个馒头了 我没有办法 就让他们再打开炉灶 又蒸了一锅 所以来晚了 你路上遇到可疑的人了吗 没有 虽然借口变得很好 但两人还是十分警惕 王三春把朱彩灵和陈丽血 带上来试吃 麻药其反应需要一个过程 王三春看两人吃得挺香 就把馒头发了下去 自己也吃了起来 眼看大季江城 老曹护弟亲切 抓住了弟弟拿馒头的手 这正好引起了白老虎的注意 那不还有两个吗 那是给夫人和司令留的 瞎炸或什么呀 去 就在这时 要劲起来了 大家纷纷倒地 馒头有毒 王八蛋 白老虎被打死了 何复堂听到动静立刻行动 先派黑娃来狱 哼啪二将 率先突围 然后自己和大部队紧随其后 得知大嫂死了 何复堂十分心痛 毕竟当时大嫂非常关照她 何复堂将王三春带了回去 留下其他人 让孙团总领赏 并给了老曹的弟弟一摆大洋 何复堂很着急 因为家里还有个新媳妇 等着她 大家闺秀即将要跟土匪动房 她主动躺下就位 土匪也退下了 席装外套来的跟前 却只是看着并没有动手 这什么情况 小姐懵了 是要拜堂之后才能圆房对吗 这样才吉利 我看你这样的 完全是不愿意吧 不 我愿意 我是你花钱买来的 你愿意怎么处置都行 你不是我花钱买来的 你是我亲的 亲吗 衣服都脱了 你给我讲这个 赵小姐表示不相信 她不相信那个唯利是图的大哥 能这么好心 但看着何复堂 小而真挚的目光 还是放松了一件 所以 这不是行 这没人讲起来 这很安静 没有人到 从现在开始 你就可以好好睡觉 好好钻你的学问 我是你的哥哥 完了 说完何复堂 这张外套潇洒离开 从此她多了个妹妹 可事情远远没有结束 朱彩玲得知她娶了个媳妇 开始大闹公堂 还把成立雪当成了情敌 就在场面一团乱的时候 猎户老赶赶来告状 说西安来的大官霍大成杀了她儿子 成立雪遭到暴击 城里却不知道魏正仙的真实身份 也被蒙在了鼓里 何复堂越看越觉得蹊跷 这霍大成到底是个什么人 这边魏正仙终于找到了援兵 并且已经得知 老婆就在何复堂手里 魏正仙蹦不住了 立刻让小弟出兵 要亲自攻打风雷阵 小弟却打起了哈哈 你知道他手里有多少人吗 一个小民团也就五百人 五千 况且还都是美式重装备 一听这 魏正仙脑瓜子轰轰的 没想多年不见 何复堂已经发展得这么壮大 既然强攻不行 那就自取 他们准备派一个人冒充教育局的 把成立雪结出来 脸子非常好 可他们却派错了人 他们派了之前 回龙揭开夜时 不小心被照进照片 被何复堂满街找到贤戏 贤戏以为几年过去 没有人会记得他 没想还是被何复堂认了出来 而是单独告诉了成立雪这件事 何复堂觉得这人很危险 不让成立雪更新离开 魏正仙得知消息后非常生气 就在魏正仙准备收拾家伙 亲自救骑的时候 军统他人来了 西安出了大事 站长让他马上回去 魏正仙开始没想力 结果下一秒 枪就指向了他 自从遇见何复堂 魏正仙就再没管过军统的事 站长很生气 让他当那老婆死了 魏正仙迫于纪律不得不从 成立雪坚持只等不到丈夫消息 就准备回西安 但何复堂又请他留下来交书 看着求知若渴的孩子 看着自己的理想 成立雪同意了 在这期间 成立雪给魏正仙写了封信 这让魏正仙的心再次骚动起来 他又找到小弟 军雷阵 有一家富有银行 我考虑 你可以派人去接了 劫匪来抢银行 没想刚打开金库门 就被打成了马桶窝 用鸡挺机枪等着他们 劫匪头子赶紧跑路 不想正好撞到了枪口上 赵哥这是领头的 坐下 哪来的 见对方实力雄厚 劫匪头子大气都不敢出 何复堂没了耐心 嘴还挺厌 你们刚一进银行我最知道 一分钟以前 我还在雕楼上打死了一个通货 一分钟之后我就在这等你 知道风里真的水有多深吗 你敢到这来抢银行 银行可是何复堂花大心思建造的 劫匪的行为让他非常生气 外面还有婆婆吗 见何复堂这么强势 劫匪头子也憋不住了 判斑了自己的身份 说他是现军备处的侯旅长 何复堂笑了 不是 我是不明白 这为什么不是 现成军备处的旅长 怎么总跟我过不去啊 换届了也跟我过不去啊 侯旅长告诉何复堂 他来抢银行 是因为兄弟们缺钱花了 听说这儿有钱才来的 何复堂才不信这鬼话 在他印象里 军备处的旅长根本不缺钱 再说 一个旅长竟然亲自带人抢银行 肯定没说实话 是不是有人派你来的 没有人派我来 有人派你来 是不是有人派你来的 看何复堂还不说 何复堂抄起旁边的墙 就给来了一下子 谁派你来的 是西安教育局的 霍大成 又是霍大成 何复堂瞬间提高警惕 这人肯定不简单 不然一个西安教育局的督查 怎么可能指挥得了 现军备处的旅长 说不说 不说另一条腿就不要了是吧 我说 我说 他不单单是教育局的督查 他是军统 魏正仙的名字一出来 众人都惊呆了 何复堂也全明白了 他的怒火瞬间被点燃 现在有错的 是立刻去阻止城里学去西安 因为那个妹妹跟魏正仙是一伙的 魏正仙看没接到老婆非常失望 但也没有放弃 他准备借着西北湖 无足男的手 除掉何复堂 女教师的老公 竟然是军统特工 更是男人的杀父仇人 正当男人不知道怎么应对时 秘密被女教师发现了 很快 仇人的报复就来了 对方进行了 陕西最大的军阀 西北湖胡宗南 来对付何复堂 我就是来收编你的 我给你个少将士长 伟人壮的待人 谁不知道 这名号就是个噱头 何复堂当场就拒绝了 给你脸了是吧 何复堂 我说的是真话 看何复堂敢说真话 胡宗南也没强迫他 给了两个小时时间考虑 顺便去民团参观 这一参观不要紧 胡宗南就要带走 何复堂的沙子仇人 王三春 何复堂 把他交给我吧 把他交给我 我尽你个人情 何复堂开始不想给 但很快又改变了想法 王三春是蒋介石 得关注的头匪 胡宗南一准是想邀功 如果一个王三春 能换来整个风雷阵的平安 那他愿意放下私人恩怨 可他那媳妇 可不是好哄的主 一得到消息 朱彩灵立刻提着 四十米大刀冲了进来 都别拦着我 但老婆在这结果眼上 还在不顾大局的场道 何复堂憋了一肚子气 这是何复堂第一次 跟老婆大声说话 朱彩灵抢受不了打击 将砍到一把扔在了地上 何复堂 我算是成绩砍头 今天 现在 我休了你 还没等何复堂缓过境来 红颜至极又出事了 不知怎么的 赵素颖一下就卧病不息 连医生都看不好 原来就在几个小时前 朱彩灵正在跟赵素颖谈心 本来一切都好好的 华侨突然通报了 王三春被放走的消息 朱彩灵一下走不住了 我一会回来 我一会回来陪你们啊 我一会回来 这把古情是素颖的命羹子 秦在人在 秦毁人亡 赵素颖就此一病不息 心病还需行咬医 见其一半天之不好 老巫就想起了 说病这个法子 可放眼整个风雷阵 就实现是一人 会这项技能 而施先生此时 郑全心在给二拳治病 二拳怨念太深 已经耗费了施先生 素十天的精力 好在奴隶没有白费 可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 二拳心结一开 支撑老先生的意念也没了 他笑着念着 要让二拳酬谢自己 然后慢慢低下了头 众人都不由自主 跪地参拜 恭送这风雷阵的圣人 可恶后一个接着一个 何复堂刚一回去 就得到素颖 投膛自尽的消息 这个像话一般的人儿 终究是舍去了凡尘 可能是忘不了仇恨 可能是忍不住自责 朱彩林说这东西 永远离开了风雷阵 三个人的接连离开 让何复堂一下受不了打击 抑郁了 竟好有成立学着过 可何复堂一点不知好歹 以后你离我远的 谁让你天天给我念这些烂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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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去 以后离我远的 老师死了 红颜死了 媳妇走了 一连三位亲人的离开 让男人的精神出现了异常 他不吃也不睡 兄弟们看不过去 轮番来卷 但男人都不给好脸色 出去 我干什么去 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 出去 哥 这是我亲手给你做的饭菜 你尝尝 臭红红了 看着就像兔 出去 哥 他们说你喜欢一本书 我给你念念啊 启利马扎罗的许 启利马扎罗是一座 来运都的起劲 说不知自己正在雷须碰迪 这本书何复堂已经听陈丽学 读了无数遍 耳朵都摸出了茧 哥 这两个字念 念什么呀 出去 哥 我还没念完 出去 就这样四个月过去了 何复堂总算走出了阴影 他早已不见一人踪迹 何复堂这才醒悟过来 自己错过了什么 陈丽学的细心照料 让何复堂动了真心 于是开始了慢慢追其路 何复堂找到学校 没想正赶上孩子们跳绳比赛 这可不得好好秀一把 只见何复堂摘下墨镜 拿来跳绳 开始展示技术 你别说 这货还真有两把刷子 双摇跳了一百多个 都不带断的 当年的记录 213个 不要使用你这么大 我也能跳 就是比你小的时候 跳出213个 不仅如此 何复堂还借着自己的权利 应许蹭客 风雷症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二权因为解开了心结 慢慢可以直立行走了 陈丽学也逐渐接受了何复堂 可就在大家以为 日子会越来越好的时候 一伙神秘的人盯上了何复堂 这一天何复堂拿着玫瑰 准备去给成立学过生日 外加求婚 突然一辆车扣了过来 何先生 等何复堂再醒时 他已经到了传说中的 三号监狱 黑老大第一天进监狱 就遭到了霸凌 伴被一家伙扣到地上 馒头也被踩得漆黑 师傅 欢迎来到三号监狱 你的编号是多少 我叫何复堂 我告诉你 三号监狱只有三个人有名字 其他的都是编号 你那不是有吗 0921 御霸又问了一遍 何复堂还是跟没听见一样 执意说着名字 并表示自己是被冤枉的 欲罢暗难不住了 这儿不是你 别再说声气 何复堂挨了一顿毒打 可大家只打身上不打脸 原来在何复堂进来的时候 有人递过一张纸条 鹰主不能伤脸 不能弄死 何复堂被踢得胸口仿佛要炸开般 可外面的狱警 可没听见一样 叫我鹿野 诈骗嘴 二手 抢劫杀人 三十年 他是诈骗犯 三十七年 他们两个是纵火犯 十五年 现在你可以说了吧 我叫何复堂 我没犯罪 我是冤枉 妈的 咱这三号监狱 每个人都他妈是冤枉的 鹿野不再跟何复堂纠缠 还要来点实在的 让何复堂叫人 送五百大羊给他 看何复堂是怎么回答的 我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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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出意外 不出意外 何复堂又要挨一顿毒打 这次跟刚才不一样 两人将他的手放在布上 然后用包着硬物的毛巾狠杂 这直接给何复堂腾晕了过去 等待醒时 已经是午夜十分 何复堂正扎着身体起来 双手已经肿成猪蹄 可他一点不困 只见他慢慢挪到角落 用手腕支洗尿盆 然后锁定目标 何复堂又挨了次打 刚才那一下子 直接给玉霸干出了鼻血 为了不扰西青梦 玉霸让人把何复堂拉远一点 可这并没有什么卵用 等他们再次睡着 何复堂又重复了一次 刚才的操作 可惜半路盘掉了 兄弟 别犯傻了 你要干嘛 你还让不让我睡了 你到底想干嘛呀 我要睡床了 你要睡床了 你早说啊你 你要我睡地上 那你现在睡床上 玉霸是真怕了 立刻给何复堂安排了一个床位 他们总算见识到 什么叫横的 怕不要命的 玉霸正在展示自己的宝贝 黑老大笑了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是监狱的大大 我们想要什么 你都能满足我吗 你要能满足我一样东西 你要多少钱 我给你多少钱 玉霸一听来劲了 他就知道这小子有钱 你可别耍我啊 你要枪 肯定没有 你要女人我也弄不到 没那么复杂 特别简单 但是你做不到 哎呦我还不信了 你说什么东西 电话 你付电话 这直接惊戴了众人 但何复堂还没去完 他表示 自己外面有生意要打理 生意不多 也就是两个银行和一条上帽街 外加手底下的五千多个兄弟 玉霸直接傻眼了 你们打他哪呢 你们是不是把他脑袋给打坏了 另家要 赶紧我蹲着下 别再说话了 再说话 我一会儿踢你了 真费尽心思 救他出来呢 为了能尽快找到何复堂 黑蛙来院专门跑到西安 找了黑白两道通吃的云野 您是西安城内 总不要把子 我大哥这次遭难 请您无论如何 什么时候 你们找我是找对的 不管他是海赤子 是海狼 还是吃鸽年 我都能打钢 来运怀疑 这次何复堂失踪 多半是与军统有关 如果真的是军统 那问题可就大了 但他们还是不想放弃 任何一丝希望 云野也表示 要再给一点时间 云野 可七天过去了 还是一点消息没有 云野只收到张空白的纸条 难道真是军统的人 你们猜错了 不是军统 纸条的含义有两个 要么合法堂不在西安 所以找不到人 要么人在西安 但是背后的势力动不了 虽然没有准确消息 但人家确实费了心 来运还是照常给出报酬 见两人诚意满满 云野也使出全力帮忙 眼下唯一没找的 还有一个地方 那就是监狱 他们准备让在侧的兄弟 再好好探探风声 他们不知道 大哥此时 正在监狱里受欺负呢 黑老大一入狱 就被人罚抱头撅屁股 你说让人骂起来就骂起来 这人谁啊 曹哥 都压好几年了 再一去我就怕了 其他人害怕 黑老大可不怕 你想翻开呢 你个新来的翻什么干 我看的不数年 不要命了 你绝着抢 你们想绝着吗 我想 说服大家后 和服堂开始布置戏话 怕先让人把狱霸引来 然后猛的步道在地 狱警们已经见怪不怪 还没等超哥答话 另一个欲罢过来 阻止了他们 谁先弄的事 我 谁主的事 我 几人没搞懂答案哥 到底是啥意思 直到吃饭实在明白过来 之前领饭 和服堂破天荒地领了个鸡蛋 除了和服堂 早上先动手的那个人也有 那人以为今天的事 让答案哥怕了他 没想刚吃完鸡蛋 就中毒了 和服堂见妆立马突然出来 虽然不是冲自己 但和服堂还是十分害怕 他不许划除成衣 监察自己 没有被毒哑 这次下毒事件 让和服堂有了危机意识 以至于大家都睡了 他还在那儿自行体检 就因为这俩人 其他室友一晚上没睡 很快到了写家书的时间 和服堂迫不及待地 给兄弟和成立学习了信 可预警竟然不收 阴九二一不能信心 不能收信 和服堂十分郁闷 于是撬了第二天的早操 这引起了典狱长 杀李平的主意 和服堂又要倒霉了 三条戒律 一 不能提问 二 服从 三 赞告前两条 这是三号监狱的规矩 可黑老大一来就犯了纪律 为什么不出错 我要记信 回答我的话 为什么不出错 我要写信寄信 我即使是个犯人 我也要写信寄信的权利 典狱长不想听男人碎碎念 拿了旁边士兵的帽子 狠狠轮了上去 建立第一条 不许提完 出操诀 本想这个教训已经足够 可和服堂还是一声不吭 典狱长抽出裤子里的枪 低在和服堂的头上 想死吗 我成全你 开枪打死了 你要不打 我就是我儿子 我选了命 典狱长笑了起来 他还是第一次见这么高的犯人 本想一想打死 可上面有命令 这个人不能杀 恭喜你 你中奖了 小号五天 典狱长本想就这么算了 他刚走几步 又遭到了调性 你就是条狗 我什么都明白了 你也不知道我是怎么狗 原来是谁找我尊狱 我猜你得到的命令 是不可以杀我 杀利宾 你就是条狗 在三号监狱里待了这么久 典狱长的信心 早就被锤炼出来了 他并没有太大的情绪波动 小号七天 和服堂此日还不明白 这两句话到底意味着什么 如果说还有什么 势必监狱更可怕的东西 那就是监狱的小号 这是一个只能容纳一个人的黑铁笼子 在里面 站不能站直 坐不能坐下 只能呈低头半分姿态 可能一开始还没什么 可没一会儿就会全身酸麻 这是狱锦欲往底下 放了完不知名的夜点 给你加点料啊 这什么 是醋 如果我是你 我就不会碰翻它 和服堂纳闷了 一碗醋能耐他喝 可没一会儿就见识到了厉害 醋散发出的刺激性气味 让小号里本就不多的氧气 变得更加稀薄起来 和服堂只能将口鼻 湿劲地往出探 大口呼吸 但没一会儿就昏死过去 约由小胖得知消息 赶紧拿出两包烟贿赂预警 让把醋拿出来 顺便给口水喝 和服堂这才得以喘息 第三天 监狱长过来查看情况 让和服堂恳求自己 和对方只是张口要水 监狱长以为和服堂认输投降了 还亲自投喂 可没想和服堂刚喝两口 就一下子喷到他脸上 这是我 已经是第四天了 可和服堂一见点鱼长 还是那套见面礼 就这样 十一天过去了 和服堂近不知不觉中 破了关小号的最高纪录 最高纪录也就是九天 凭借着惊人的意志 和服堂成了犯人们的英雄 他们纷纷开盘押住 不和服堂能够撑下去 0921的名字叫和服堂 你们记住了 我押五十块 沙里兵会放人 和服堂赢 和服堂赢 殿狱长将这一切看在眼里 他才不会让这群渣子取得胜利 可就在这时 上级来了电话 放人 这个最帅的殿狱长拉肩强酸 将枪架落在地上 一步进去毕灭 我的监狱不可以卖人 否则你们所有的人 下场都跟他一样 你们不要互相出卖 大家要讲义情 在我的监狱 要守我监狱的规矩 不然 我会让那个死得很惨 原来就在刚才 和服堂刚从小号放出来 准备活动活动紧固 突然看见了一个熟人 正是杀父仇人 魏正仙 按照眼前的许事 一旦暴露 那肯定是必死无疑 和服堂连忙让玉游挡住他 可还是不小心暴露了 两个吃瓜群众 无意间坑了他 真厉害啊 过来12天都没死啊 这个和服堂 真是挑汗啊 一听和服堂这三个字 在犯人的一声称叫喊中 和服堂无奈陷了身 各队纠缠了几十年的仇人 终于再一次见面 而那个犯人 也被迫拿上了奔后的报酬 可还没等午热 就被点狱掌一枪崩了 和服堂被带到小屋子 桌上是魏正仙准备的饭菜 这次魏正仙并没有直接动手 而是先充当笑面虎 试图跟和服堂化解矛盾 然后问出了最关心的问题 你和他什么关系 你说 这个他指的当然是成立学 魏正仙爱成立学 美人早已投入别人怀中 和服堂也是故意去他 我就让你猜 在哪里吐血 我这都不猜 杀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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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易先生 别为难兄弟 请他吃饭可以 动枪不行 虽然魏正仙是军统 可这就是军统的监狱 他在别处再牛 在这儿也只能乖乖听话 和服堂也不客气 拿起筷子就吃了起来 平时可吃不到这么好的菜 他猜测 魏正仙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于是给玉尤打了个预防针 玉尤也十分讲义去 他没想变动来得这么快 第二天晚上 和服堂就被通知收拾东西 你傻呀 这是要放你了 赶快收拾东西 事情真的是这样的吗 这是三号监狱的头号老大 五爷 不仅可以穿名贵西装 还可以随意出入 更是会每个月 跟点狱长出去逛一次窑子 而现在他的注意力 全部被一个人吸引 这晚和服堂正准备休息 忽然被狱警通知收拾东西 你傻呀 这是要放你了 赶快收拾东西 玉尤们都替他高兴 可他却隐约感觉 有些不对劲 真的会这么简单吗 果然 和服堂没有被释放 而是被带到了 另一间铁牢里 虽然同事牢笼 但这间十分特殊 不仅空间非常大 而且家具极权 简直就是监狱 封装潢的大开间 而这里的主人 正是虎爷 坐 过来坐 和服堂被警到了 但还是乖乖照做 那咱们认识一下 我康兄弟 他们都叫我老虎皮 你好 那张床 是今天我特意为你夹的 不知怎么 虎爷见到和服堂 总是有种莫名的亲切感 他告诉和服堂 尽管在这住 自己可以护他抽选 然后亲自给和服堂 倒了杯红酒 可和服堂自始至终 都一直保持着锦棚状态 监狱里 他必须步步为营 看和服堂如此警惕 虎爷只好说明原因 自从听说 和服堂因为怒罪狱长 被关小号12天 破了9天的闲鱼记录 他就十分佩服 因为上一个创下记录的人 就是他 可即便如此 和服堂还是没按下行 虎爷也不生气 就让其住下来慢慢处 来日方长 第二天 虎爷带着和服堂 和监狱的各个老大 一起狱警打麻将 相当于宣告和服堂 是他照着的 他总有个狱警不怀好意 甚至还把虎爷拉出去说话 让离和服堂远点 虎爷自然不会被他所左右 而这个人 正是魏征仙派来 暗杀和服堂的 因为他有把柄 在魏征仙手上 和服堂是否能平安度过呢 看监狱里的犯人 怎么杀人 男人拽下一件囚服 将碎石子抛在里面 然后对着狱警狠捶 声音引起了监狱大哥的注意 赶紧过去拉一下 别吹人命了 虎爷把和服堂拉到无死 警告他不能这么做 不然出事 连他也报不了 可和服堂却是一脸的怨气 因为他怀疑 那个狱警 就是虎爷派去的 一开始 虎爷和和服堂的关系非常好 甚至还送给他一身西装 穿上吧 大哥要有大哥的样子 在虎爷的帮助下 和服堂成了H老大 可这也不是白付出的 还要利用和服堂 扩大自己的烟图生意 和服堂的风雷阵 是条咽喉要道 自打和服堂当家一来 方圆两百多里的路 就都被封了 还不准走运烟图 这让虎爷不得不绕道走 生意成本一下提高了很多 福堂 能不能行个方便 让你风雷阵的弟兄们 给我打开一条通道 这事不难吧 开始和服堂立刻就拒绝了 烟图在他这儿这个禁词 因为他父亲的死 就跟烟图有关 但虎爷仍是不死心 又拿出更多的筹码来谈判 和服堂悬横再三 提出了三个条件 这三个条件对虎爷来说 除了第二条不行 其他的都可以满足 和服堂竟然同意 他要求立刻安排一次探视 虎爷满足了他的要求 但是探视时间只有五分钟 终于等到了这天 三兄弟以及程丽学都来了 可是我们的张营长却表示 只能进去一个人 几人商议两久 决定把机会 让给程丽学 他最终两人还是没见到 因为张营长在暗中搞鬼 他早就成了魏正仙的眼线 易先生 有个女的要见0921 可能是你说过的那个人 长什么样 皮肤很白 很漂亮 有收眷起 托出他 不能让他进去 我马上就到 很好 魏正仙被任务绊住了脚 可和服堂 还是错失了和程丽学 见面的机会 只见到了黑娃 两兄弟许久不见 瞬间泪湿眼眶 和服堂快速交代自己的情况 黑娃也偷偷塞给他一碟钞票 陈丽学和和服堂见面 还当面撕了陈丽学的信 这才彻底激怒了和服堂 电狱长早已看明白一切 好好的犯人为什么打的 不是电狱长 这个 说话 你怎么回事我一清二楚 我劝你收敛收脚 这样对你没坏处 但和服堂以为是虎爷做的 他已经和虎爷彻底决裂 那我跟你商量的事 你跟你风雷阵的弟兄们说了吗 说了 给他们下了一个死命令 你让他们加强犯权 过路的商判 发现大爷给我卡死了 御霸一脸杀戏找到男人 男人被按在地上 狠狠多长 眼看就要瞅瞅过去 点狱长来了 你他能打什么 打我 这是什么变态请求 御霸站在那 动也不敢动 可点狱长还是执意要求打他 没办法 御霸只能上手 可还没出几招 就被制服在地 最后更是被直接勒晕了过去 御霸的事 点狱长已经处理好了 他让何复堂安心养伤 可何复堂就是不知好歹 还没康复多久 又开始触碰监狱禁 这样下去 我早晚会被人打死在这儿 我不想死 点狱长 您能不能告诉我 是谁把我抓一辈的 这事我帮不了你 点狱长已经很温柔了 这要是哥以前 只要问出这话 肯定免不了一顿惩罚 可何复堂就是想做一下 你要是告诉我 我给你二十万打 这一下触碰了点狱长的底线 周围的空气瞬间降到冰点 何复堂害怕对方没听清 还专门趴在人家耳朵旁 重新说了一遍 点狱长特地被激怒 你好点了吗 关小号 好嘛 小号现在仿佛成了 何复堂的别院 点狱长生气离去 可何复堂还是不死心 继续追问 踢得点狱长转门回来 将原本带给他的鸡汤 动动砸在地上 何复堂又进了小号 可能是点狱长太过生气 还专门给加了碗醋 煎熬的日子又来了 没一会儿 何复堂的腿 就开始忍不住地颤抖 就在要坚持不住的时候 门开了 进来的却不是点狱长 而是一个穿着西装 戴着眼镜的陌生男人 犯人被从小号放了出来 但很快又带到密室 不仅双手被靠住 脖子也被靠了起来 等看清面前人的脸 犯人猛地打了个吉领 这不就是当初在街上麻醉他 把他弄到监狱的人吗 如果猜得没错 神秘人就是国民党高层派来的 何复堂纳闷了 他一没犯法 二没杀人 抓他干什么呢 男人解开了他的疑惑 何复堂瞬间猜到 对方抓他 只看上了他的钱 接着男人打开了一个箱子 然后拿出一管神秘的绿色液体 这是德国信口的一种烈性毒药 只要打上一针 不出五秒 人立即死亡 何先生 钱财的身外之物 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别太执着啊 何复堂全明白了 处大招风 因为他富家一方 上面早就顶上了他 现在国家战士吃紧 更是需要大量钱财 你能告诉我 你所说的上面 到底是什么人吗 知道太多对你没有好处 抚平伤口 听话 何复堂 我现在宣布 上面判处你终身监济 不得保释 我们的章程是这样 男人让何复堂三天之内 叫老吴带着金条过来 买这些药 超过三天就算违约 说完话 男人就走了 留下何复堂一脸震惊 他到底是惹上了谁呢 难道是之前 想收鞭挞的胡宗男 虽然不太愿意给 但权衡利弊 何复堂还是联系了老吴他们 老吴还算聪明 没有直接把金条给那人 而是要求见何复堂 神秘人也同意了 万人一走 老吴立刻忍不住哭了起来 虽然老吴也是个神人 但没了何复堂 还是觉得缺少了主心骨 为让何复堂安心 老吴立马汇报了 风雷阵和程丽雪的情况 你是谁抓的你 他们要管你多久 我不知道是谁抓的我 但是我刚刚知道 说判的是终身监禁 什么 胡宗男 胡宗男去个风雷阵 真的 兄弟们全都惦记你 你却一直惦记女人 但老吴没有在意 因为交了贡 何复堂的监狱生活有了保障 虽然不多 由于之前跟胡烟闹翻 他又翻回了A区 好在御友们还是十分敬重他 可很快仇家又来了 犯人被军统压到操场 执行相绝 眼看旁边一个个倒下 马上就轮到他 一辆车驶了进来 典狱长到了 小鲜 小鲜 这边两人僵持不下 那边犯人壮若筛康 你听着 我有胡长官的手谕 这三个人他必须死 你想干什么 典狱长没有李卫正仙 而是拿过那个手谕仔细研究 然后笑出了声 你笑什么 你要负责任 典狱长没打理 而是走到另一个军官面前 一把救出一领 如果没猜错 这就是出卖和服堂的人 但想到还有外人在 典狱长实际平复心情 他冲魏正仙够了够手 太后点 伪造的 你凭什么说的是伪造的 凭什么 胡总司令不可能绕过 陈城将军到我这儿来杀人 两条路 一 到我办公室 给总司令打电话 军阀的处置 就地关三号 二 从我这儿关弹 和服堂还在不断颤抖 魏正仙剑把蟹被戳穿 枪一拿走了 不许再来 外人走了 该处理叛徒了 连狱长走到军官面前 怎么回事 他们带着文件来了 伪造的 是真的 伪造的 是真的 我捡查过 对于冠军 监狱长绝不留情 这波风险算是过了 晚上监狱长的办公室 又来了个人 竟是老巫 监狱长 我想问一下 和服堂的 听 对 对 站在门口说话 大声说话 监狱长这样做 是不想让人觉得 自己受了贿赂 老巫过来询问和服堂 为什么会被关 监狱长一个字也不想说 监狱长 我这里是监狱 不是法庭 我对这个渣子的过去 不感兴趣 那能不能麻烦您 您帮着给查一查 好吧 说着老巫就要拿钱 这一下激怒了监狱长 滚 不许再来 我不想葬了我的墙 和服堂的事 没有一点进展 老巫十分郁闷 这是一个人找上了他 为了和服堂的事情吧 对 怎么打算 您说 这个得需要花钱啊 监狱长将犯人 一把从床上拽起 扔到机上狠狠抽打 扎子 你也敢来贿赂我 告诉你那家兄弟 要是再敢来 就别抢你 别拿钱来恶心 一说到钱 监狱长的伙又上来了 冲着和服堂 又是一关门的 大声他痛苦哀嚎 你那天救了我 我还挺感激你 你没有权利感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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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有感激我的权利 明白吗 扎子 我不是权利 你是权利 我不是 你是 我不是权利 你是 我不是权利 监狱长 估摸着应该打活了 可刚离开 身后就传来 和服堂不甘的声音 他是美国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毕业生 在上海和风雷镇 有两家银行 手底下有五千多鸡胸 鸡得行善造福一方 没招谁没惹谁 为什么会被抓到这里 他什么都不知道 你听什么说我是权利 看着和服堂悲愤的眼神 监狱长心中四虚万千 他强行平复情绪 缓缓开口 1929年 进入黄埔军校 不可 三年后 以第一名的成绩 保送德国慕尼黑 陆军军官学员 四年后 回国 便入国军 唯一的一个机械室 任团长 1937年 参加宋湖会战 说到这块 监狱长哽咽了一下 眼前仿佛重现 那场惨烈的战斗 你见过上百万人的战场吗 你见过几百架飞机 轰炸 你见过几千个兄弟 一顿饭的功夫 就全都死光了吗 你见过吗 你见过几个团 几个诗的番号 就在一天之内 被消灭掉了 你见过吗 见过吗 你见过吗 杀利斌仿佛陷入了魔阵 随意不断重复着这句话 事象在和服堂说 更像是在给自己强调 还忘不了那场战争 我见过 我是他们中的一员 你不是渣子 我是渣子 吐完心中所有的话 杀利斌整了整衣领 又变成那个不苟言笑的典语长 新的一天开始了 和服堂还是没找到 自己被抓的原因 但对于这个铁腕长官 却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小胖子告诉众人 宋庆龄访问加拿大了 还在一个会议上发表了演讲 但若国无外交 现在大半个中国已经沦陷 你说这小日本要是真突破了铜关 打到西安城 杀到咱们三号来 他杀利斌 会武装咱们跟小日本干吗 会 这时虎爷走了过来 玉霸来找事了 他们要上了另一个老大 过来 你别去啊 现在三号都传开了 你是三号的老大 三号的规矩 老大不能动 虎爷才是老大 谢谢啊 因为得罪过虎爷 和服堂十分谦逊 没想虎爷面露和蔼 和服堂 我不犯大烟 真不犯大烟 我真不犯大烟 你发誓 我发誓 不犯大烟 改犯文物了 好嘛 这也没好多少 虎爷让和服堂赴尔过来 我那两件青东器 专家们说是周代中期的 你要是感兴趣 我便宜点给你 还没等说完 和服堂就递上了一堂票子 多数有二十万 这么多 别误会啊 不是要你的东西 之前和服堂在凤雷镇设下 下令不准走运大烟 因此耽误了虎爷很多生意 这些算是赔偿 虎爷 这小子真会收买人心啊 最近他到处撒钱 是不是和服堂 河南闹饥荒的时候 和服堂捐钱捐物捐粮食 也是收买人心吗 经过刚才那遭 两人的恩怨已经完全化清 可虎爷还是没忘他那青铜器 那青铜器你到底要不 我不识货了 找不识货了 车着和服堂指了指 上面巡视的典狱长 他是个穷鬼 他能买得起 典狱长 典狱长 他说你是穷鬼 关他小号吧 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 典狱长姓露出了微笑 天哪 是我看错了吗 此时三号典狱的氛围 达到了空前和谐 1945年8月15日正午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听着光波里传来的声音 所有人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这是真的吗 14年的艰苦抗战终于结束了 这段屈辱又艰难的岁月 所有人都不会忘记 亲自经历过战争的典狱长 更是颤抖着双手 原地进了个军里 他心中的那个石头 仿佛一下子落在了地上 除他之外 最激动的就是老虎 他抽搐哽咽 跑到没人的角落放声大哭 抗日胜利 举国欢喜 蒋介石为此宣布 大赦天下 和服堂终于要出去了吗 日本投降了 我园长决定 大赦天下 终于等来了这个日子 现在不管是犯了什么罪 判了多久 哪怕杀人抢劫都能得到释放 还可以领一笔钱回家 更何况是为冤枉的 和服堂静静等待着 叫自己的名字 同时为出去的兄弟们欢呼 可直到最后也没听见 大家开开心心地欢送御游 和服堂一人蹲在角落惆怅 突然一把刀插下小胖子 典狱长 五蓝三号的目的就是为了杀了他 出去我还怎么干 典狱长明显没聊到这点 连忙掏出枪解决掉卧底 和服堂这才反应过来 可还没等从小胖子的死中缓过神了 午夜也要走了 但他脸上没有半分开心 怎么回事 是要让官体谅 体谅他妈 日本人投降了 我在这过得好好的 我还出去干什么 原来这两人是战友 可虎爷为什么会被抓进来 现在还无从得知 曾安虎爷 典狱长过来安慰和服堂 他知道和服堂心里在想什么 但可能这就是命 你是个硬种 也许你有机会出去 但需要等待奇迹 任何事情到最后都是好事 如果不是好事 就说明还没有到最好 扎里冰曾经认为 镇守三号是一个军人的耻着 远不比上场杀敌来的痛快 但现在他不这么想了 如果当时他留在战场上 无非就两种结局 要么杀身成人 要么掉转枪口打自己人 是的 抗日胜利了 内战又开始了 前两天我接到上面的凋铃 让我归剑职 我玩具 中国人不能打 我这个时候就散开 说完杀敌一阵苦笑 这是老虎爷回来了 他觉得相比于外面 这里更能让他感到踏实 他真是个疯子 我没疯啊 我很正常 外面的人才疯的 是不是和服堂 并没有答话 而是叫出了典狱长 他觉得这次大车 对他们这些没出去的人不公平 他想让典狱长给他们 多一次探视的机会 事实证明 靠了起来 接着往身体里注射兴奋剂 这样可以使他接连几十个小时 不会睡觉 士兵走了 屋里只留下犯人一人 眼前的黑白格子 好像突然动了起来 这个屋子有个好听的名字 叫希望之屋 这些图案会使人精神压抑 无私乱想 甚至出现幻觉 最后精神崩溃 脑死亡 虎爷知道屋子的厉害 立刻带着小弟赶来救援 可侍卫一点不给好脸 除了典狱长 任何人不能进去 那我要是硬床呢 典狱长说了 如果是要硬床 也在里面给他加把椅子 看救人不成 顾颜又拿出一个墨镜 承诺如果把这个送进去 就给五百块 但侍卫人就不放水 这把枪真的容易走 托夫堂 你不能再扛 你妈伤当死我 这几天了 这已经是第四点了 托夫堂已经到了崩溃边缘 他面如孤狗 双眼凹陷 嘴唇轻子 精神也发生了错乱 我梦见你了 我梦见你跟我说话 我梦见你是个好人 我梦见你不是铁板以外 你有弱点 你的弱点就是老虎屁 和托夫堂开始说胡话了 甚至开始逐渐幻觉 他不断地抽搐 让你别人说话 你怎么又来 托夫堂 我找出我儿子了 来 快快 叫爸爸 托夫堂 等男生装又换竹子了 味不错 哥 我凭什么没有房子 我凭什么没有女人啊 托夫堂 一直没见过有女人吧 我也有了 哥 其实你不懂我 我其实不喜欢发球 我心里能比较女孩 我就是给你 老公要钱 黑娃要钱 来运也要钱 你别丑了 何司令会回来的 这里和托夫堂看到的 可能是自己内心埋藏很深的想法 也可能是导演对后面结局的隐喻 但此时的和托夫堂 确实已经撑不下去了 沙利斌立马将他送往医院抢救 还好主角命大 和托夫堂被救了回来 沙利斌可怜他 同意让他跟成立姐见面 和托夫堂开心极了 等再醒时 一人已经到了眼前 李萱 嫁黑 男人竟在监狱向女神求婚 辽姬送来住宫 看到这一幕 女神感动极了 嘴唧摇了摇头 说完快步走到门口 和托夫堂的心都要碎了 可突然女神又转过身 这句话 让和托夫堂又燃起了活下去的希望 他心中憧憬着未来 可另一个人就没什么好受了 沿线将今天的情况汇报给魏正仙 魏正仙感觉头发变了傻 既然你无情 那就别怪我无意 魏正仙将性质浸泡到清化甲里 一张人晾杆 他得不到的 别人也别想得到 毒性质送到陈丽雪手中 是何老爷的心吗 是火大肠子 你帮我拿出去 都给烧了吧 可能是为了帮陈丽雪出戏 丫鬟把性质都死了 看手撕不动 还用牙咬 陈丽雪的妹妹陈丽珊 还在帮魏正仙做事 正帮忙处理东西时 忽然发现了用过的口罩和手套 多年的特工经验 让她很快就闻出了清化甲的味道 直觉告诉她 事情不对 陈丽雪立刻感到风雷症 没想陈丽雪不在家 再一探 丫鬟躺在床上 早已没了呼吸 这时陈丽雪回来了 原来她也发现了丫鬟的异常 但她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医生也不知道原因 突然 陈丽雪体内的毒素开始发作 浑身无力 喘不过气 还头疼 正是清化甲中毒的症状 陈丽雪立刻让医生帮她拿 硫酸甲和硫酸钠 这边和服堂也出了问题 本来说好每年50根金条的上工 今年突然断了 神秘人同意了和服堂的请求 和服堂立马飙到 沙利斌办公室打电话 可从早上打到晚上 就是打不通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难道三兄弟背叛了他 黑老大准备越狱 他找来欲爸帮忙 可对方警告他 这是不可能的事 在三号监狱的历史上 一共只有过三次越狱 第一次 五六个人趁着中午换岗 抢了一把枪 想直接从大门冲出去 结果没跑几步 就被吊楼上的狙击手狙杀了 第二次的三个人 动了点心思 事先把仓库给点着了 想来个吊虎离山 没想点位找那狠人 压根没管仓库 直接令了把机枪守在门口 第三次 第三次还行 是我直接策划 理论上来说 人是被我送出去 可惜不是活的 这座监狱每天凌晨三点 会有水车出入 老虎当时买通了 市委和送水工 让趁黑钻到水车里出去 但可惜差了一步 男人还没等进入水车 就被探照灯照到了 老虎不建议和服堂越狱 除了监狱 戒备僧娘外 还有一点 就是风雷阵 现在很乱 回去了 还不一定有这儿安全 但和服堂就是 提了信要出去 他假装放弃越狱 然后让虎爷 找个人打麻将 虎爷本想找张营长 和服堂却盯上了个新兵 那个是不是新来的 新兵 来了几天了 第一天 趁着新兵不注意 和服堂快速偷袭 古爷无奈被搅了进去 和服堂你他妈的太混了 你要去报我吗 不去报我 就把宋水公来的时间 告诉我宋水公的名字 你要是想护送水车的话 必须一直待在夜里三点 一直待在院子 宋水公的名字叫阿森 叫什么 阿森 马牙压迪 背好枪 叫什么 阿森 火牌几点 三点 必须一直待在院子 记住不要 和服堂记好时间和人名 一切准备就绪后就出发了 可他因为太速忙没有发现 刚才那个士兵的血 不小心站到衣服上了 不仅如此 回忆忘记绑了 这下可糟了 站住 那个病 你身上怎么悠闲呢 眼看月遇就要被发现 反而灵机一动 长官 天气干燥 我鼻子出血 回去歇歇 成什么样子 幸好是虚惊异常 可从现在到凌晨三点月遇 最起码还要坚持好几个小时 这期间必须步步为营 你怎么没打绑腿啊兄弟 我期望 你还是回去绑是吧 马上就要插梗了 电影掌要来了 你就惨了 兄弟别嚷嚷一下 刚说完点狱掌就过来了 这强大的气场 让何复堂顿感压力倍增 保住 一 二 三 四 眼看叫轮到自己 何复堂紧张万分 他害怕沙利兵会倾注自己的声音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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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人呢 破口掌握 四十七号站 他拉肚子了 继续 警察 你请回顿酒 好在没有被发现 可何复堂不知道 有一个人注意到了他 终于到了夜晚 何复堂赶紧到指定地点就位 可没想点狱掌突然出来了 还在他背后抽起了烟 这可给何复堂吓尿了 只能强行控制身体 不让其颤抖 点狱掌一走 何复堂重重松了口气 差点没探在地上 现在只要等到三点就行 兄弟 几点了 兄弟 几点了 兄弟 几点了 何复堂靠近一看 这货竟然睡着了 这是啥神迹 何复堂伸手一戳 兄弟 几点了 两晨两点半 哦 谢谢 我刚打呼噜吗 没有啊 现在居三点还有半小时 何复堂机动万分 等送水车一来 他就可以趁机出去了 时间一到 送水供拉着车缓缓驶入 何复堂立马上弦接应 那刚才不是你啊 当然那兄弟太累了 我替阿森吧 嗯 走了 何复堂不知道 张营长早已发现他越狱的事 并将消息告诉了魏正仙 魏正仙准备借此机会消灭他 怎么出来个军人 是 假的 他就是目标 怎么可以叫 等等 还没有在射程之内 还有多远 是你 何复堂出来了 一步步向树林靠近 他转头查看情况 没想看到了正注视着他的士兵 如果没记错 这个士兵已经是第四次见到了 何复堂顺感情况不对 再一转头 张营长也出现了 这一定是个阴谋 何复堂立马脱下头盔往回走 魏正仙立刻让人开枪 是零九二友 我是零九二友 救命 听到呼救声 张营长已立即出面射击 何复堂腿部连中两枪 他仍没放弃继续往回爬 这时 点狱长出现 一脚将士兵踹下吊楼 端起创风枪 就是一顿扫射 原来他早就发现 何复堂要越狱 之所以不出手 是一直在暗中保护 寸便铲除内卫 魏正仙的计划又跑汤了 而这时 一个神秘人 流进了医务室 老虎的肚子中了两枪 可他还是没有松手 眼看就要牺牲 何复堂及时醒来 一棒子将难人敲晕 见对方威胁兄弟生命 何复堂不顾受伤的腿 死命掐着眼镜男的脖子 这时点狱长终于赶到 一边在杀人 一边在救人 何复堂最后硬是用手 活生生掐死了对方 可能是害怕何复堂不给钱 上面并没有责怪这件事 而是重新派了个人下来 态度还比之前好了很多 来人告诉何复堂 以后给金条的时间 不会再是三天这么紧张 而是会延长到七天 这乍一听还挺多 但何复堂知道 这只不过是 早死和晚死的区别罢了 而他的仇人魏正仙 也正遭受死亡威胁 你要干什么 我来替我姐姐报仇的 程丽珊已经知道 姐姐的毒就是魏正仙下的 她没想到自己的姐夫 坚恩师 竟会干出这种龌龊事 但魏正仙一点不害怕 还一步步往前走 没想对方竟是这种反应 程丽珊一下心软了 她质问魏正仙 到底有没有爱过姐姐 魏正仙做出了肯定答复 程丽珊开始纠结了 还不等说完 魏正仙把小姑娘一把搂入怀中 小姑娘立马奔不住大哭起来 可这个前姐夫 并没有她想象的那么善良 因为打死了自己人 魏正仙被西安镇长欧阳荣 大骂了一顿 正要做出惩罚 魏正仙告诉上风 他这么做是为了修处共挡 而那个共挡就是恶福堂 为确保抓人成功 欧阳荣向毛人凤要了手鱼 男人开心极了 仇人终于落入他手 可还没等出监狱 车就被拦了下来 你是哪部分的 九弟等候 我问你呢 你是哪部分的 九弟等候 男人还想说话 只见对方一招手 身后军队就举起了枪 这时老奖的秘书 胡前宽走了出来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还会太忙 让各位久等吧 秘书长 我知道了 这是毛局长特别 我是我知道了 和福堂不能带走 他得留在三号 晚上我会给毛人凤打电话 说完胡前宽头也不会的离开 但乌阳荣不放弃 没有毛局长的命令 他绝不放人 胡前宽不想跟他啰嗦 那我现在就给毛人凤打个电话 昨时迟那时快 不出三分钟 一动电话就被报了过来 老毛啊 我是老胡 胡前宽 你的部下 欧阳荣要带走我的人 对对对对 你和他说一下 毛局长 是 可是他们 北之明的 不等电话打完 胡前宽就直接上前 将和福堂领了出来 两人见面的一瞬间 和福堂顿时明白了 这个人就是背后的大暴色 那个要把他抓进监狱 要他金条的人 而他们也早在十几年前就见过面 就是那个上面派来查大烟的胡长官 虽然和福堂非常恨他 但现在的情况来看 总比落到魏正贤手里想 听到这话 和福堂不知是该哭还是该笑 但竟然问了 好歹也得答一下 除了这个之外 和福堂还向胡前宽提了个要求 就是增加一次探视机会 他太想见成立雪 可没想进来的却是二拳 他还不知道 成立雪已经出事了 瘫患十几年的媳妇 竟然能走路了 犯人十分惊讶 但还没开心 一会儿一个恶后就传来了 他最亲爱的女人撑不住了 看着性质上带有香味的唇音 犯人再也碰住不住自己 在三号监狱 这样的挣扎毫无意义 换来的只能是一支镇定器 和福堂为爱疯狂 沙利兵守在一旁 和福堂一醒来 就开启了嘴炮模式 和福堂骂得很难听 但沙利兵并没有动怒 因为这样的行为 他能理解 六年前 他也曾有过一个爱人 叫春桃 说到这儿 故事就戛然而止 随后沙利兵走了出去 很显然 他们没有个好结局 沙利兵不让和福堂回去 其实是在保护他 因为现在的风雷阵 已经发生了巨变 但和福堂不知道 为了见成立学最后一面 他已经陷入了天狂 于是找上了胡钱宽 和福堂 我现在就放你回风雷阵 把账查清楚 看看是哪出了问题 好好给我挣钱 别动歪心思 不然我会抓你回来 听懂了吗 为了能救爱人 一代萧雄此时活得像个狗熊 胡掌官 我着急 我配辆车行吗 毛病 自个儿走回去 西安到汉中 足足几百公里 走回去显然不可能 于是和福堂跑去跟沙利兵借钱 和上面有命令 什么帮助都不能给和福堂提供 听二玄说 清化甲中毒 最多只能活十天 和成立学硬是撑了二十一天 这完全是为了见和福堂一面 但因为硬撑 成立学的身体 已经到了强弩之末 脑神经也受到了严重影响 他现在已经不认识任何人了 和福堂能够及时赶到吗 黑老大要出狱了 兄弟们全都列队欢送 可他最舍不得的 还是那个为他挡枪的大哥 老虎像网堂一样 依旧一身西装 拿一杯红酒 唯一不同的是 他再也不能站起来了 五爷 我对不起你 让你成这样 下辈子要是有机会 我跟你一块抗枪上战场 兄弟们 快跟班 五爷背对着举起酒杯 他不想让人看到自己流泪 这时沙利兵也过来送行 这个面冷心涮的典狱长 给和福堂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这是他见过最纯粹的人 但沙利兵的脸上 看不到任何喜悦 不是不想让和福堂出去 而是他知道 此时的风雷阵 远比这里危险 要走了 和福堂忽然想起典狱长 那个没讲完的爱情故事 你和春桃后来怎么样了 我进黄埔 他等了我三年 后来我去德国 他等不了了 我就知道 你们俩一定是你的问题 不是 时间 时间是可以成全一切 也可以毁灭一切的东西 你的风雷阵现在很凶险 自己注意吧 和福堂此时还不明白 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直至到了风雷阵才明白过来 因为没有车 和福堂硬声称从西安走到了汉中 终于到了风雷阵 可这里全然没有之前的繁华 人少了 铺子关了 到处都是一片萧条 更没有人来迎接他 和福堂开始明白 沙利兵那句话的意思 可事情远比他想象到恐怖 不知晃悠了多久 民兵团团长 孙剑军终于发现了他 并护送他回到家里 何福堂不敢休息 他必须立马去见成立雪 换好衣服的何福堂站在那里 仿佛又回到了风雷阵最鼎盛的事情 去见成立雪的路上 三兄弟终于出现 可何福堂一点也不想见他们 终于见到了最爱的人 何福堂哭得气不成声 为了完成之前的诺言 他专门让人从上海寄了个放映机 给成立雪播放最想看的卡萨布兰卡 在放映机的暖白色光束中 在唯美的爱情故事中 成立雪渐渐苏醒 但很快又目光暗淡 最后在何福堂怀里去世 何福堂悲痛欲绝 但眼下留给他悲伤的时间不会太多 还有太多的谜团正等着他解开 黑老大刚处于 爱人就死了 他只能用最隆重的葬礼 吊艳爱人 院子中央是爱人雕像 名团士兵列队两旁 风雷阵的每一个居民都过来送刑 可这看似和谐的景象下 却暗藏杀机 何福堂详细留下了四个人 原来当何福堂在监狱 靠着金条买药续命的时候 家里突然断供了 打电话也没人接 而三兄弟当时全都在场 于是何福堂图定 这其中肯定有人背叛他 他先找来老巫 老巫当下就否决了 他解释他们不是不救人 当初为了救何福堂 甚至封存了银行一半资金 可后来因为战乱和其他因素 最终没能扛住 每年五十根金条的上工 何福堂要查的不是这个 他要查的是那消失的七百根金条 问题就出在金条上 老巫交代 当时金条是他解的 他和银行行长孙建成一起验的货 可就在要用钱的时候 金条选择不见了 于是孙建成有了最大嫌疑 怎么都是谁吧 金条呢 你昨天说给我金条 今天为什么骗我 我昨天是叫你过来 但是没说要给你钱 我今天有话要说 我不想听你解释 你们俩咱们疯了 盼子都咱们该死 建成 你们干嘛杀他呀 你男人是内鬼 说 钱在哪儿 我不想杀女人 快说金条在哪儿 你们昨天晚上有人来接过他 谁 你们三个都来过 内鬼就在你们当中 内鬼还是没有抓到 但金条确实被人调包了 三兄弟为了抓住内鬼 同那以后 吃饭睡觉做事全都在一起 老吴告诉何复堂 之所以没去监狱送钱 一是因为没钱了 二是任何一个人走了 剩下那两个人 都害怕内鬼会把自己杀了 那你是内鬼吗 我不是 好像你听人说这样一个话 应该是来源 大哥被判了武器出不来了 我们的命是我们自己的 不是别人的 前半辈子我们这样过了 后半辈子 我们也不能没有指望 何复堂惊了 他不相信来源会做出这样的话 但老吴告诉他 三年的时间会改变很多事情 主心骨不在 人心早就涣散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场真人版老人杀即将上演 兄弟里出了叛徒 黑老大必须尽快找出 七败根金条凭空消失 银行行长被枪杀死无罪证 众人也各执一死 这场罗生盟式的闹剧 让他一时辨别不出真伪 只能一一排长 来源是被老吴供出来的 因为来源掌管民兵团 只要搞到钱就可以加毒的 但来源表示自己不是内鬼 他连夜找银行要钱 也是为了发军饷 稳固军心 老吴要钱 黑娃要钱 现在你也要钱 我还要保证银根 我太为难了 在来源的逼迫下 孙剑成让齐第二天来着 他等来源去了 却发现并没有进票 于是一戏之下 把孙剑成杀了 当时我欺账了 他三番五四的骗我 我怀疑他里外勾结 所以我一时冲突过去 你说孙剑成里外勾结 我背后支持他的人是谁的 黑娃 和服堂这么生气 一是因为三人从小玩到大 情敌情兄弟 不该相互猜忌 二是因为黑娃非常忠心 他觉得黑娃不可能是叛徒 但来源还是坚持自己的看法 他记得黑娃说过这样的话 大哥被判无期出不来了 我们的命是我们自己的 不是别人的 前半辈子就这么过来了 后半辈子我们不能够指望 你把我官人说过这样的话 时间太长了 我记不清了 和服堂彻底凌乱了 因为这样的话 刚刚从老吴嘴里出现过 老吴告诉他 这话是来源说的 来源还告诉和服堂 自从他走了以后 黑娃掌管的回笼场 就一天不如一天 甚至还挪走一大半的钱 去开了妓院赌场和烟馆 何复堂又叫来黑娃 但黑娃只是看着他微笑 黑娃觉得孙建成夫妇才有问题 顺着前面老吴来源的思路 再结合刚才黑娃的话 何复堂怀疑起了黑娃 但他没有断定 于是又找来了新儿 进而怀疑内鬼是老吴 因为老吴第一时间签收的货 而且要验货时 老吴还阻止了孙建成 孙建成没亲眼见的不放心 就准备再验一次 没想打开里面都是水管 为了撇开嫌疑 孙建成缴了三兄弟 准备当面对质 没想被激动的来源打死了 何复堂找来四人当面对质 结果老吴又说 是查理卷走了金条 自己推翻自己的话 老吴嫌疑目前最大 但新儿突然表示 他记得上海银行账上 确实有800根金条 只是不知为何突然都不现了 新儿的这句话 无形中又帮老吴洗脱了嫌疑 那真的内鬼是谁呢 黑老大为找到内鬼 将兄弟关进了监狱 门一关 兄弟们立刻互相猜忌 他们不知道 其实老大就躲在墙后偷听 这句话一出 何复堂彻底心寒 这样听来 黑娃应该就是叛徒 但他却找来了老吴 何复堂觉得 黑娃和来运 从小和他光屁股长大 绝对不可能背叛 新儿和建成 自己对他们有恩 也不可能会恩将仇报 况且他们就在银行工作 要想贪钱早就谈了 至于查理 他们在美国一起登过大牢 那种感情一般人感受不到 只有老吴来历不明 既然何复堂怀疑自己 老吴心太崩了 人心的 不大 他们是兄弟 我 不是兄弟 啊 啊 这他们是什么 这他们是什么 狗屁逻辑啊 何复堂 我上辈子 错人了 我跟错人了 你杀了我心好疼啊 看着老吴如此悲痛 何复堂开始自责 不然一口老血喷出 他不想再查了 何复堂再次叫来众人 但这次不是纠杀真凶 而是分道扬镳 他把最后的全部家产分了四分 让大家拿钱离开 和四人选择各不相同 来运老吴选择离开 黑娃心儿选择留下陪伴 眼看事情就要结束 银行的钢印 出现在黑娃的箱子里 黑娃 查理的钢印 怎么在你这儿 撒你个赞 别动 你们他妈谁陷害我 你们他妈说话呀 谁他妈陷害我 男人被指控被判大哥 他十分生气 可下一秒 大哥就从他的箱子里 找到了证据 这是你设计的吗 图上画的 是象征着老大身份的徽章 我忘了哥 司令 我认识 黑娃曾经说过 咱们的徽章不好 如果他是司令 一定会拿龙头来做标志 是你 不是我 是不是你 真的不是我 是不是你 看大哥不相信自己 黑娃一把逃出枪 女儿不相信 你现在就毙了我 让黑娃没想到的是 大哥还真拿起了枪 但后复堂并没有动手 而是卸下了五个子弹 只留下一颗 是不是 我不承认我现在 就是你 是你 是不是你 既然黑娃没有任何回答 和服堂直接开了枪 幸好是空的 可这也吓坏了黑娃 他可不想大哥因为自己而死 就在和服堂扣动第二下的时候 黑娃一把抢了过去 来运以为黑娃要害大哥 就先以后动手了 兄弟的鲜血剪在脸上 和服堂彻底懵了 黑娃 你干什么 和服堂还是没缓过来 他没想到 自己竟逼死了兄弟 黑娃死了 金条还是没找到 和服堂决定摆烂 直接打电话告诉胡千宽 自己没钱 胡千宽只要收拾和服堂 突然上面传来消息 要全面搅供 和服堂就此逃过一劫 三年过去了 战况发生了巨变 国民党被打得节节败退 可即使这样 魏正仙还是没忘记要杀和服堂 他假传毛人奉消息 让炮兵团向凤雷镇无机数发炮 可密报正好被人拦下 竟是齐野的部队 魏正仙不知道这些 还专门打电话通知和服堂 顺便做最后的告别 和服堂吓坏了 立马跑出去遣散众人 可等了许久 也没见炮弹落下 直到接到七爷的电话 才明白过来 看着眼前的局势 和服堂冒出了一个想法 黑帮老大愤怒极了 他终于找到那个 吞了他七百根金条的人 因为这个人的欺骗 他甚至失手 逼死了自己最要好的兄弟 面对确凿的证据 老吴不再反驳 交代了所有事 和服堂坐牢时 他把那七百根金条 全藏在了和服堂的床底下 至于查理的刚硬 则是和服堂 刚毁凤雷正时 害怕暴露放在黑娃家的 老吴说的不假 和服堂入狱后 他交几万分 把一半的积蓄都用来买药 甚至得知和服堂终身监禁后 也没有放弃 而是到处找人脱关系 但可惜遇人不输 那个张银长欺骗了他 一直收钱 就是不给他办事 慢慢的老吴被掏空了 也彻底失去了希望 但这些不是他背叛的最终原因 他之所以背叛 是因为觉得和服堂 不拿自己当兄弟 跟了和服堂这么多年 自己什么都没落下 黑娃掌管回笼场 来运掌管民团 孙建成夫妇管着银行 只有自己是居中调度 看起来跟过去一样 和和服堂已不在 立马没有人听他的 听完老吴的话 和服堂仿佛一下苍老了很多 这么多年过去了 老吴跟着他出生入死几十回 一起抱杀父之仇 一起走盐帮 灭巴脸 投靠王三春 一起闯上海开银行 抢医生建设风雷镇 一起火拼魏政仙 后来他进牢 也是老吴兢兢业业 勤勤恳恳 把风雷镇管理得紧紧有条 他想方设法地营救他 确实是他考虑不周 他理解老吴 但他还是忍受不了背叛的滋味 老吴最后还是走了 和服堂永远留在俯仁学校教书 就这样过了十年 和小说的结局一样 和服堂一直教书育人 直到八十岁因肺炎辞世 俯仁中学的校长职位 则一直空缺 是给成立学留的 至今如此 而那个半生半妖 一念成佛的刘二泉 则足不出户 活到九十二岁善终 一代萧雄斗争一生 终究归于平静 喜欢的拜托帮忙 关注转发 我们下部剧再见 黑老大正在等待被收编 没想过来的首长 竟是跟他离婚的大老婆 你是哪人呀 林云县峰北镇人 你叫什么名字 熟悉的对白 将两人又拉回了 出现的那天 当时你还是个 冲喜的上门女婿 我还是个 看人脸色的卖一戏子 几经风霜 我们已经各自成长 风雷镇镇长 和服堂 向中国人民解放兵 交线 各自说别 和服堂不光捐了人马强线 还有所有的宅子 包括回笼厂的商铺 银行 医院农场等都捐了 那些身外之才 只要够吃够用就行 等太多 早晚会出问题 更何况 这也是大势所趋 你又在成都当劳师了 你知道吗 我女儿的事 我怎么不知道 我跟她联系比你多多了 哎呀 瞧瞧你 越老越没个人呀 快快快 走吧 烦死了 真是烦 看着两人斗嘴 华侨又想起了黑娃哥 可现在的黑娃哥 不再风流梯躺 只剩下山上的一个土包 花开两朵 各表一支 再看魏正贤这边 军统大势已去 复兴社正抓紧时间 销毁重要的资料证据 西岸战战长欧阳荣 更是要带头以身殉党 魏正贤可不甘心 就这么死去 他还要找何福堂报仇 于是偷偷溜了回去 可能是天注定的缘分 他竟在湖边遇见了何福堂 何福堂此时 正在跟一个小孩钓鱼 看着这熟悉的身影 之前的种种过往 种种恩怨 再次涌入脑中 踏破铁鞋无秘处 何来全部费功夫 魏正先拉开保险 就要一体投降 突然一个人车祸 可能是因果报应 这个老头正是之前魏正先 杀死那个孩子的爹 有人说魏正先才是一代枭雄 实际上小说《亲母川》里 男主只有一个 名字叫魏富堂 种植大烟的是他 曲己方姨太太的是他 该学校的还是他 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土匪 从来没念过书 电视剧里将主角一分为二 正好代表了男主的一恶一善 两人缠斗半生 最后发现都是执念在作怪 马上就要上交房子了 何府堂拿出成立水的东西缅怀 魏想突然发现了一封信 竟是查理寄给他的 等读完后发现 原来那鬼真的不是黑娃 ов建设导 obviously 感谢观看